男人给养了一百多年的小毛驴灌下烈酒 然后自己摆上一个合适的姿势 再来上一记千年杀 就只是为了让驴子发狂将它踢死 可没想到在他眼中不过是普通无比的酒 却对于其他人来说是蕴含道运的神秘 随意一杯竟然让小毛驴提前化成了人形 小毛驴一脸幸福的向前奔跑 就是突然就被主人戳了有点害羞 为了避免雷节惊扰主人 还是离他远一点 脑袋挨了一记驴踢的我意识也模糊起 这下终于可以回到现实世界了 我本是一名高三的武术特长生 就在高考前夕被撞的左脚骨骼 本以为自己学习生涯就此结束 一只猫头鹰却突然找上了我 还让我觉醒了传说中的学霸系 进入系统空间内学习一年 现实世界中也只会过去一分钟 我想都没想直接签约了五百 反正也不过是五百分钟 眼睛一闭一睁就过去了 可是很快我就后悟了 一百年的时间足够我点满了各种记录数 这个空间里面常年被红雾笼罩 陪伴我的也只有一头小毛驴 和一窝行鸡 如果继续在这里待上四百年 非得憋疯了不可 系统告诉我提前离开的方法 只能被杀死 所以我才将主意打到了小毛驴的身上 此时红雾镜的外围有三道人影接近 为首的老者忧心忡忡地抬起头 这往生红雾已经是越发的稀薄了呀 一袭黑衣的弟子好奇地转过身 如果这里的红雾潇洒 会发生什么事呢 李疯子文言心中一惊 传说此处乃是上古魔神弥天的坟墓 他在此前用往生红雾将这里变为了禁地 曾经有个宗门名为先天宗 世代以镇守这座邪坟为己人 后来先天宗建立了先天皇朝 这里也就成为了皇朝禁地 只可惜皇朝已经覆灭了九百多年 此后再也没人来镇守这座坟墓 不过先天皇朝内部流传过一则趁雾 李疯子说着捏了个箭举 标间的长剑猛然出巧 随后在地上开始刻画起来 弥天红雾 弥天 黄蜂禁地 地疯狂 上古魔神 牟千古 往生散尽 是新生 姚不悔看着地上的衬语面色大变 这分明说的是红雾散尽之时 上古魔神将会重生 疯子收回长剑后点了点头 这天下怕是又要大乱 小弟子路希儿一脸八卦地扣上起来 师父连皇族内部的衬语都知道 莫非您真的见过那位末代女王 一声叹息响起 末代女王嘛 那当然是见过 小毛里此时已经接近了禁地边缘 再大的雷杰在这里也打扰不到主 他回忆着主人经常唱的几首 蕴含道运的小曲 希望这些曲子能缓解下雷杰 李疯子三人正在禁地外围生动 忽然一股蕴含着道运的声音飘了过 其他二人只觉得这声音颇为动听 路希儿本就通行音乐 这下子直接就该在当场 如此蕴含了道运的天外鲜玉 让他感觉身体被无穷的灵气惯了 整个人瞬间就到了突破的边缘 见到路希儿只是听了首小曲就突破 李疯子等人自然是开心的不得了 不过这机缘来的也太诡异了吧 小毛驴初次化为人形也是唱嗨了 不知不觉间就是一夜过去 等回过什么 雷杰竟然并未落下 反而围绕境地的红雾消失得无影无踪 路希儿听着鲜月一夜无眠 红雾散去 就看见山崖对岸有个红衣女子 他开心的抬起手挥了挥 姐姐 昨晚是你在唱歌吗 不完结的吕当奇台也向山崖对岸望去 原来是一个人类修行者在和他打招 他心中猛然一惊 随后赶紧朝着红雾禁地内部跑去 千万不能被这群人杀掉 自己还得留着有用之需服侍主人 等到李疯子师徒醒来时 只看见围绕境地千年的红雾居然散 路希儿为了追赶一个奇怪的女人 竟然遇见进入境地内部 两人见状赶紧追了上去 我晕呼呼的被一阵驴叫声吵起 他喵的 这样都还没死成 不过红雾散去后才知道这个空间居然这么大 我看着天空上三道遇见而来的人 莫非这里是传说中的修仙事件吗 男人只是惯了小毛驴一胡九 没想到小毛驴直接化成人形 为了杜雷杰不打扰到我 小毛驴跑到红雾边缘唱了一首歌 不但雷杰竟然并未落下 反而围绕境地的红雾消失得无影无踪 红雾散去就被一人类修饰发现 为了不被杀死 留着自己有用之身伺候 近一路将人类修饰引到我的院子 老红子见到我的岔子 心中也翻起了滔天巨浪 想着此人若是上古魔神重生 应该尽早杀之 可即便对方已经极力隐藏实力 自己还是能感觉到 他体内蕴含着强大的灵力 恐怕这魔神的修为 早已身处整个大陆里间了 为了两个组 自己现在也不能冲动 见这群人类修饰半天都不敢放一顿 小毛驴从主人身后探出了头 甩着大舌头开始嘲讽 遥不悔气地拔出了手中的宝剑 却被李疯子开口喝止 我心中早已经乐开了花 上来就拔电 看来自己想死这事有门了 李疯子上前一副笑盈盈的剑 不知这位道友如何撑 而我还在绞尽脑汁 想着怎么才能让他们杀了我 不如先让他们进屋坐坐再找机会 李疯子也想着探探我这魔神的虚实 立刻笑呵呵地答应下 等到众人在屋内坐定 我打了个招不便去准备饭台 殊不知屋内的人早已震惊地快坐不住 此地竟然有着如此浓郁的灵情 即使是洞天伏地也很难以置屁 在这里修炼怕是很容易就突破 李疯子一脸谨慎地打量着屋外 防人之心不可无 何况还养了一只驴妖 一看就不是什么善类 吕当奇却化成人身走的劲 听你们这些肉眼团 他也想探透主人的神仙道 遥不回早就看驴妖不顺利 当下就拔剑刺了我 可却被吕当奇随意间就用二指夹住 区区二叶剑客也敢对我拔剑 说着已经将剑剑捏弯 以姑奶奶我早上逃牌 只是妖毒对于人类惧怕的本子 真当我打不过你们两个小丫头 陆希尔赶紧打着圆场 我早上追你 只是想问那首曲的名字 可没要杀你 李疯子满脸骇然之色 没想到连着头驴妖 也达到了与自己相同的境界 那个少年的修为 简直是身不可测 遥不回手中的剑突然脱手 吕当奇异脸 王位拿着手中的剑 时间轻弹 便将遥不回的宝剑入城 看着这一幕遥不回 震惊不如 好强的一只大妖啊 待会吃完饭 全部给老娘滚得圆圆 不要再来打扰 我和主人的幸福生活 说完又变换为 小毛驴转身离去 只是离去前放的屁 有点非同反省 不多时 我已经备好了一桌饭菜 只要喝下了 我这特制的闷饱鱼 等会发起酒疯来 就是轻爹来 也得挨两个大笔刀 误煞我岂不是 轻轻松松的事 浓郁的酒香 让师徒三人精神一震 这一桌韭菜中 居然蕴含着天地大道 莫非突破的机缘 这就用了 我特意介绍起了菜品 麻婆豆腐 浇在米饭上是最下饭 本以为这些修饰 会嫌弃我准备的 饭菜寒酸 没想到这个世界的人 居然连豆腐都没见过 我只能解释这个 就像是炼丹一样得到的食物 路希尔听了 瞬间迷雾了 所以这是一种丹药 闭口下去 瞬间停不下来 框框开始炫饭模式 把谣不回看的都长 李疯子毕竟是师傅 吃起饭来细嚼慢咽的 我一看吃饭的 没气氛怎么行 我提一杯 为了今天的相遇 干了 你们随意 我心里却琢磨着 只要把他们灌醉 就能杀了我 这将是自己的最后一谈 没想到喝完酒的路希尔 境界直接突破到了 二夜中期 李疯子喝了口酒后 更是连陈年内伤 都有所好准 只有姚不回 摇摇晃晃的站了起来 随后又直直的倒了下去 我赶紧上前将她扶住 姚姑娘 你没事吧 谁知下一刻一遍突发 怀中的美人 突然面目猙獰 妖剑零剑 更是直接出墙 突然间的变故 让我心中乐开了花 今天不给我脑袋砍下来 我可看不起你 眼看宝剑就要向我刺拦 路希尔当即站起来 就要阻止 却被李疯子拦了下来 不回每次突破都会失控 战力也会短时间翻倍 而不回失控零剑就会复准 正好借此机会 试探下魔子的深情 听到屋里的动作 院内的吕当奇动了动耳朵 然后朝着屋内狂奔 无耻小人 随后又大摇大摆地走出去 只留下了一脸猛逼的试图二人 这可不是什么寻常的宝剑 居然就这么被踢断了 而我也是一脸失望地 看着地上破锁 被一头大蠢驴一提子 就踢断地破剑 也配叫零剑 本命飞剑被毁的摇步鬼 只觉得猴坚一体 一口鲜血就喷了我一脸 我吓得赶紧松手 自己都好吃好喝地招待他 看他们的样子 这是要碰瓷啊 我还指望他们杀我 没想到先死我前面 不过好歹我也靠着 学霸系统学习了一百 不管是真病还是碰瓷 你们可骗不了我 想着我就拿出银针 统统闪开 我要开始装逼了 我的手搭上摇步鬼的脉搏后 脸色就沉了下来 李疯子当即一惊 我这徒弟还有救吗 我长叹了一口气 只能搏一搏了 说着吩咐陆希尔 为摇步鬼托去复复衣物 方便自己为他施针 后面的施针手法小编就不紧了 讲了咱们也不懂 能误多少就是你们的造化 看到摇步鬼终于悠悠醒来 陆希尔开心地叫了起来 醒来后的摇步鬼就想拔出 自己身上的银针 李疯子赶紧将它按住 刚刚这模子施展的 应该就是鬼针之水 自己也只是年幼时 在皇宫里建筑人 不过只要治好了自己的脱儿 即使是用邪术用脱法 听到是我救了他 摇步鬼赶紧道歉 我只是胡乱答应了两声 可自己明明是为了求死 怎么还变成救人了呢 这次没死成 下次我又该怎么求死 真是伤脑筋 大病出狱的摇步鬼 捡起地上的宝剑尽是心疼 我看着也是鱼心不忍 都怪那头降鱼 是我管教无力 不怪先生 小毛驴也是为了救主才会这样 说着 拿着断掉的零剑对李疯子说 此剑陪伴徒儿多年 伯儿希望能将他好好安葬 他说着突然转身朝我忘了 叶先生 不知能否借你的酒一用 我尴尬的点了点红 只有酒的话还不够 我刚刚将文房四绑拿出 禀气宁神 陆希儿就探头过来 灭哥 你在干什么 我提起手中的笔 在我家乡有酒有诗 才是送别朋友的最佳标配 随着我的笔风在纸面游等 笔风子等人居然感受到了大道的气息 这一笔一话中的剑韵扑面而来 只不过其中的剑意太过可怕 寻常人若敢随意仓 恐怕会落个身死到消的结果 我将手里的画卷递给姚不悔 这个就当做在下给剑兄赔礼 姚不悔心中也满是欣慰 自己的宝剑能得到这首诗相伴也是无憾 做完这一切 外面天色已晚 李疯子恳请在府中留宿一醒 他还是想继续观察下我这个转世魔神 而我心中却是大喜不忘 正想找着借口将你们留下来 你们走 这荒山野岭 我找谁去杀我呀 夜间我独自走出屋子 没想到这小妞 居然真的给自己的剑弄了个木 只是灵剑都入土了安了 我还得为自己怎么死伤脑筋 但愿自己也能像你一样死得其所 曾几何时我也是一名武术生 为了就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被撞的谷德 真因为谷德不得不放弃武术生考试 专攻纹理双科 结果自己背着传销系体骗 虽然现在纹理全能 可还要被困在这里四百年 一言难尽 我摆了个太极的起手势 好久没有练过功 耍个太极拳 回忆下从前 陆希尔迷里乎乎的走出房间想吁吁 一阵净风将他的尿意都快吹散 他偷偷探出头朝院子里望去 一个无比帅气的人 在院中打着不知名的拳法 双手交错间 仿佛天地法则都在此人手中变换 连忙回屋将此事告知师姐姚步 姚步悔下意识地摸了下 自己白天被失真的位置 到现在还能溢出道运 这个聂先生到底是什么人 耍个太极拳 回忆下从前 没想到自己十年没打过拳法 到现在还能这么得心应手 想想以前一套拳打下来 空透舒畅 没想到老天看不懂舒畅 突然间 一到天雷从天而降 直接把附近的一棵树给劈成了碎片 作死不止 瞬间我就来了灵感 这可是修仙世界的天雷 要弄死我 依然还不是三分钟的事情 就在我为自己大聪明的想法洋洋得意时 屋里却传来了呵呵哈哈的声音 原来是露西尔再见到我打的无名拳 处处散发着武术道运 在屋里为自己师姐姚步悔掩饰 只是任他如何努力模仿都摸不到头绪 姚步悔宠意地摸了摸露西尔的头 那个聂先生实力不简单 而且武术道运是由感悟者才能展现出来的 我们的修为还低 暂时还不行 而躺在屋外的吕当奇睁开眼睛 伸着懒腰化成人形 我家主人那么厉害 可不是你们这两个小丫头骗子能偷学 主人之前耍的那套拳好像叫太极拳 虽然看上去慢悠悠的 但是打出来还是挺舒服 哎呀 被主人撩得来斗 得赶紧找个地方练群去 随即又跑到红雾边缘 离弃凝神 虚无声自然 自然声大道 大道声遗弃 遗弃分阴阳 与此同时雷云上方 天道化身正在蒙圈中 自己刚才被一道灵气给打 吓得他反手丢了一个雷下去 往过来的天道化身向下方看去 正好看到吕当奇正在耍拳 随口一句 好 一头雷竟然化醒了 还躲过了雷 而且刚才好像就是他打了自己 这事身为天道化身的他可忍不了 必须劈 现在就把围蝶给你补上 瞬间竖到天雷自天而降 而我站在山顶拿着底锅影 但就是不劈我 气得我摔锅大骂 这天道是一千度近视眼霸 我都拿铁锅影霉 怎么不劈了 做死计划看来还得好好研究 修仙世界就得搞些神神叨叨的东西 比如说个视野 做不到就天打雷批的那种 我发誓 我要当渣男 不然天打五雷轰 想一想左拥右抱当渣男就开心 先试试管用不 反正也不亏 一到天雷直接批在我脚下 我讨这事能成 既然能成 直接搞紧 与此同时吕当奇还沉浸在权益中 道到天雷就是批布中他 大招直冲而下 我发誓这漫画 忽然天打五雷轰 轰完再轰 把我轰成渣渣 听到我发的事 天雷竟然拐弯冲着我飞来 我看着飞来的天雷 终于露出解脱的微笑 这一下一定要批重且批死 我看着飞来的天雷 终于露出解脱的微笑 随着一声爆炸 山顶都被炸平了 第二天清晨 李疯子心有余悸地推开房门 因为昨晚想去夜面 可天雷太凶猛 吓得龟缩在床上一宿 没赶住 此时摇不悔 二人正好走来 昨晚弟子正在感悟 突然感觉天劫降低 不知是不是您老人家在渡劫 李疯子尴尬地否认 我倒是有那本事啊 估计是别的修行大能在旁渡劫 昨晚的天劫似乎非同一般 不知师父是否知道其来历 原来那是属久雷杰 足以毁灭一方水土 只有传说中的逆天之子诞生 天道才会降下此雷杰 露西尔听得一愣一愣 昨晚的雷杰这么厉害 李疯子沉着脸表示 这雷杰千年内未曾降临 我也是在一些古籍中了解其来历 逆天之子 也只有那个魔王了 就算把天下苍生团灭 也是分分钟的事 如果昨晚的雷杰是他引来的 也就不奇怪了 可真是这样 为什么我们师徒到现在还安然无恙 正说着我衣衫褴褴地 拿着铁锅走进来 李疯子一见我这么样 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这一身骄呼味 雷杰果然是他引来的 而且还毫发无伤 太太娘的逆天儿 姚不悔二人走上前来和我打招呼 我有点不好意思的挠着头 姚姑娘伤势没大碍了吧 姚不悔惊笑 伤势已经基本痊愈了 还要谢谢聂先生出手相救 还没等我说话 路希儿就拉着我的衣袖 喊着哥哥 昨天晚上你有没有看到天上大 那么大的天雷不停往我们这边劈 说着还用手捕快 看到了 不过昨晚的雷节电压太低 劈了我一整晚 除了浑身酥马 没什么担心 说着无心听者有意 直接给李松子来了一镜 卧槽 这时候不是应该隐藏身份吗 能不能别这么能装 你咋不说昨天的天雷是你小弟 而真正引来天结的小弟毛鲤 却在院子打了个喷嚏 而李疯子更加忌惮我 发誓一定不能让我恢复实力 必须要将我扼杀在这个小别院中 因为昨天被雷轰了一晚上 此刻我困得不行 就回自己房间躺在床上 路希儿和姚不悔看着我非常担心 李疯子低着头不知道在盘算什么 我示意路希儿自己没事 睡一觉就好了 等睡醒了给他们做好吃的 一听做饭 李疯子当即笑呵呵地表示 他也略懂厨艺 今天的午饭就交给他 姚不悔二人一听到自己师傅 要下厨当即大吉 路希儿更是跪地抱着姚不悔的腿 大哭起来 上次师傅烤兔子 我只是吃了一口 就三天下不了头 这次还不得三个月 哐当一声 路希儿的头上就多了一个 新鲜热乎的大包 厨房里高端的食材 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下毒也一样 说着就将各种毒药一股脑 全部搞里头 嘴里还嘀咕着 一天那一天 怪就怪你太自负 居然让我吓出了 看我不毒死 下一秒 铁锅就发出耀眼金光 厨房里发出震天巨响 李疯子一脸猛圈地看着铁锅 为什么这铁锅会爆炸 随即栽倒在地晕了过去 为什么铁锅会爆炸 李疯子醒来 第一件事就是拿着大铁锅端下 怎么看都是一个普通的铁锅 为什么会突然爆炸呢 正思索着 铁锅突然又发出耀眼的金光 随即在空中形成了 天道化身的虚影 李疯子吓坏了 终于是又又当起了大聪明 看来昨晚弥天是故意隐瞒 属久雷杰 为的就是将雷杰的 威能封进铁锅之中 现在这铁锅已经变成了 一个威力恐怖的顶级法器 刚才之所以爆炸 正是自己无意触发了法器 使铁锅中的天道威能泄露 弥天不愧是弥天 故意将平平无奇的物品 打造成顶级法器 就是为了让对手放风击 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真是好手段 就在老疯子还在一营室 突然出现的 我把李疯子吓得原地 蹦起来三尺高 我尴尬地表示因为爆炸声 自己过来看看厨房坏没坏 不过我看厨房没大问题 李老先生问题好像挺严重啊 李疯子挠着头表示只是皮外伤 有没有问题 你压自己心里没点避数吗 原来是这样啊 看你这模样都应该进ICU的 按照修仙套路 高手都会突然间真气暴躲 发生爆炸啥的 难道李疯子就是这样吗 想明白原因 我当即表示 李老先生要不要给你看一看 我可是老中医 谁知道李疯子坚定的拒绝 姚不悔和陆希儿见自己尸骨的伤 正好我又是老中医 就一左一右的架住李疯子 任由李疯子如何挣扎 两个大长腿徒弟夹着就往厨房外走去 刚走出厨房的姚不悔突然脸色移 大长腿就跪在地上 捂着肚子一脸痛苦之死 体内灵气乱窜 有一种冲刷全身的快感 我见状也是大惊 经过一番诊治 我将银针取出 不好意思 昨天给姚姑娘扎针时 有一根针忘了拔了 陆希儿和李疯子听闻顿时松了一口气 好转的姚不悔脸红的坐起身 要不是昨日先生施救 自己恐怕早已身处重伤 应该是昨日关心则乱所致 我也是被这傻姑娘弄得有点不知所措 对了 三位还没吃早饭 我先去准备早饭了 说着我就一溜烟的跑了 片刻功夫 我端来了一锅粥 一一为他们成好 老疯子不愧是师父 一眼就看出此粥不是反品 天地灵气如此浓郁 弥天故意将此等之宝展示出来 到底是什么意思 陆希儿这个小吃货 看着早饭已经口手直流 而姚不悔慢条斯里的喝着 只是刚喝下一口 啪哒一声手里的碗就脱手掉了 浑身颤抖地呻吟着 下一秒一股浓郁的灵气 在他身上爆发 竟然是突破 只见他额头显现出三页标识 直接连跳两极突破到三页剑刻 这可把李疯子和陆希儿高兴快 李疯子看着桌子上的粥 不对 这粥虽然饱含灵气 但必须慢慢炼化才行 难道是之前聂小天帮不悔 是真打通了经脉 既然如此 如果聂小天能帮自己也扎上几针 那自己岂不是也能扑 想到此 轻咳一声 将一大碗粥一口闷了 聂先生 老夫刚才喝了一碗粥 感觉身体也有点不舒服 我操 这老头刚才还好好的 不会又是碰瓷吧 我为了寻死 顶着铁锅找雷杰批我 可号称最强雷杰的鼠酒雷杰 连批了我几天 我愣是连根毛都没掉 就在昨天 碰瓷团队的师父李疯子 在喝了我做的一碗粥后 当即表示自己不舒服 我无奈地只能用我学习的医术为他整治 他的两个徒弟在屋外 听着李疯子杀猪般的嚎叫声 也表示无语 都一千多岁的人了 扎个针还叫成这样 而屋里的我一脸开心地看着 被我扎成刺猬的李疯子 李老先生 这第一疗程就算是结束 老先生都会抢答了 我相信经过我的九次治疗 能彻底帮助您痊愈 一听还要九次扎针 李疯子直接躺平 眼角含泪 连续九天扎针 这对老夫来说 就是难以抵挡的鼠酒雷杰 而我总听他提鼠酒雷杰 就好奇地询问 昨晚的就是鼠酒雷杰吧 只是名字听着听毛 当实际感受过后 也就那么回事 李疯子也是被我装逼的话语者激动 聂先生 你怕是还不知道鼠酒雷杰的可怕之处 他会在连续九天的午夜 十分降临在一个人的身上 而且会比前一天的威力强上一位 第九天的雷杰是前八天的左右 你说牛逼不牛逼 我一听确实牛逼 也就是说这雷杰也有自己的思想 修仙小说也不敢这么写吧 每天都会威力倍增的雷杰 这么说今天的雷杰应该会给力 见到我一赢的都笑了出来 李疯子终于是忍不住想揍我心 抓着我的衣领就开始咬我 他奶奶的 老夫说这么多 你竟然还在笑 你就没有一点危机意识吗 铁锅站在山顶 牛逼轰轰的喊道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请不要因为我是娇花而联系我 只管出全力批斧 此时此刻的天上 天道化身正一脸愤然的给自己冲着电 他奶奶的 老子昨晚批了一整晚 愣是连小毛驴的毛都没碰他 今天老子加强电力 我就不信弄不死你 见电冲的差不多了 天道化身扒开云藤向下望去 正好看到我举着铁锅在大喊 这给天道化身整的有点懵 还有求我批他的 天道化身仔细一看 想起我来了 昨天晚上自己正在批小毛驴 就是我在一旁将雷劫引走 踏破铁鞋无密处 得来全不费功 这可是你小子自己送上门来的 设人先设马 批驴先批主 今天电量超级加倍 就不信干不烦你 天雷滚滚而下 山顶都被炸平了 随着一缕阳光的出现 我扔下铁锅 指天怒吼 有没有搞错 批了老子一整晚 我啥感觉没有 连个普通人都批不死 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天杰 草 你给我等着 老子明天还来 而天道化身 已经被我气得鼻子冒烟 他奶奶的 老子今天的充电器 还是带小了 明天加倍 绝必要弄死你 就这样 我天天跟天杰约架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一直到第八天 我已经渐渐麻木了 就这样到了第九天 李疯子师徒在屋里看着雷杰 露希儿有点担心 今天的雷杰 比前几天的都要厉害 聂哥哥不会有危险的 摇不回也是一脸关心 这鼠酒雷杰这么厉害 聂先生每天晚上 都出去招惹他干嘛 难道是在借雷杰修炼工坊吗 李疯子表示 聂先生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我们还是静观其变吧 而我盘西坐在山顶 静等第九天的雷杰 他奶奶的 一连八天 一点感觉都没有 也好意思叫雷杰 行不行按你个系统 天上的天道化身 已经将自己压箱底的 充电器都拿出来 今天说哈 保证高电量 高电压 在线球雷批是吧 我就不信弄不死你 就这样我拿着铁锅 挨着雷批 今天的雷杰好像确实不一样 酥酥麻麻的好舒服 难道这就是被雷批死的感觉吗 天道化身一听见我说舒服 瞬间抓狂 卧槽 你还说舒服 又是一轮狂轰乱炸 我站的山顶又又又被炸毙了 九天的连续奋战的我 已经没有力气了 只能找了个舒服的姿势 躺平等的雷杰批 我无奈的发出一声叹息 第二天 我走在下山的道路上 嘴里嘀咕着 整整九天 还是没劈死我 天杰什么的果然还是不靠谱 突然我被一阵金光吸引 卧槽这是什么 好刺眼 一天一个作死小妙招 就在我和鼠九雷杰约了九天假 一如既往的还是没有劈死 看来天杰什么的还是不靠谱 突然我被一阵金光吸引 他奶奶 这是几个意思 前几天被小毛驴踢断的剑竟然炸死了 原来昨晚我跟雷杰干架的时候 一道雷杰意外击中了剑 雷电激活了诗词中的道运河断剑 断剑竟然碎裂后重组到了一起 重生成一把新的大宝剑 没办法 先把剑还给姚不回来说吧 可我刚握住大宝剑 陆希儿突然出现 嘴里喊着哥哥 关心地问我 昨晚的雷杰看上去好可怕 聂哥哥你没事吧 我干了个大把 白手表示没事 能跑能跳 只是浑身有点麻麻 看到姚不回我才想起 他的断剑炸死了 随即拿出我刚才捡到的大宝剑 这是我刚才回家的路上捡到的 你的剑似乎是复活 姚不回接过大宝剑一脸震惊 陆希儿敲咪咪的 透到李疯子身边 师傅 那把剑真的是 尸解断掉的那把 李疯子扶着胡须 一脸深沉地表示 按理说那剑断成那样 已经无法再修复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如今的样子 才是他真正的形态 当即询问我 捡到大宝剑的经过 我摸着后脑勺回忆 我就是下山的时候 见到这把剑 悬俗在剑区上 虽然样子变了好 但我感觉应该就是 是顾悔姑娘之前 断掉的铁 所以我就顺手带回来 李疯子见我一副 迷迷噔噔的样子 心里暗自琢磨 他为断剑提的词 满是剑语 应该就是为了断剑 能同生做的主 但是为了帮不悔 同住宝剑 干嘛又装出一副 毫不知情的样子 陆希儿此时也来了兴趣 聂哥哥 你知道这把剑 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心里叫我 我他奶奶的怎么知道 嘴上只能无奈地解释 我也不是很清楚 要说最了解 这把剑的现状 那只能是顾悔妇女 姚不悔听见 我的话语的诺女 当即举起宝剑 摒弃凝神 随即运起剑招 一套剑耍下来 姚不悔平稳落地 而手中的宝剑 此时发出耀眼的灵光 下一秒 原本聚在一起的碎片 此刻却纷纷飞散 围绕在姚不悔周身飞舞 随着姚不悔一声 收 那飞散的剑身碎片 又重新飞回剑身 最后又凝聚成一把大宝剑 李疯子被这一幕震惊了 这把剑周身围绕着天杰法 难道昨天晚上 吸收了天杰的力量 姚不悔举起大宝剑 刚才的一幕 可把露西尔羡慕坏 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姚不悔拿着自己的大宝剑 也是暗自刑情 这把剑似乎有着自己的灵性 甚至引导自己使出剑招 想起此处 对着我盈盈一半 多谢聂先生 让我的朋友重获新事 不悔感激不尽 我的话刚说完 大宝剑又发生了变化 离合二字在剑身上同线 他奶奶的这又是神马 姚不悔又是再次感谢我 为神剑四女 地旁的李风子又在歪歪了 以精纯剑运为剑胚重铸剑身 再以天杰之力断造 这弥天的实力真是深不可测 只是如此大费周章 为萍水相同的不悔同步 难道是打算将我们师徒收为己目 而我面对姚不悔的一再感谢 真心是受之有愧 就在姚不悔又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她的周身突然传来沙沙声 下一秒她的衣物瞬间化成碎片 这一幕震惊了所有人 而我站在她身前 呆呆地看着她 她奶奶的 原来这小妞这么勇敢 没想看到倒地的我 姚不悔还有心情关心我 画面一转姚不悔 已经化好了一身新衣 路希尔调侃道 师姐 你这大宝剑厉害是厉害 就是有点费衣服 而我一脸郁闷地蹲在强哥 这宝剑也太太奶奶的猛 要是一不小心事 还不得把自己刮成肉酱 我突然灵光一闪 我这个大通明 又她奶奶的想到一个作死小妙招 我为了解救横穿马路的女孩 被撞成左腿五者 因此获得学霸系统 为了顺利通过高考 进入系统空间内学习文化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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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他踢死回到地球 为了作死 只能每天绞尽脑汁地 想一个作死小妙招 可每次想到的小妙招 都以失败告终 感觉自己已经有点自闭了 就在这时 害我来到这片世界的 罪魁祸首猫头鹰来到我身边 我看到他那叫一个气压 抓起他就要把他的毛扒光 而他却扑腾着用翅膀指来指去 他压得难道会突然跳出来 一个修仙大佬一箭戳死我 我突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修仙大佬四个字在我脑中回答 对啊 这里是修仙世界 只要离开这里 到外边找几个一言不合就拔刀的 咔咔两刀不就能把我弄死吗 不胡 赶紧搞起 修仙世界 小爷来了 而此时我的小院主 露希尔一脸震惊地 看着堆成小山一样的玩 驴子姐姐你好厉害 居然把师傅做的饭菜全部吃光了 我还没见过谁能吃三口师傅的饭菜而不倒 毛驴驴当其拿着牙签踢着牙 姐姐我可是练过了 别说这点东西 就是那能把你们化成血水的毒药 姐姐都能蹲蹲蹲地往下喝 不过这做的都是什么玩意 又没倒晕又难吃 要不是主人叫我不要浪费粮食 老娘早就当场先捉走 比风子搓着手善善地笑 心里却暗骂 臭驴子 要不是看在你是弥天的妖虫 老夫才不会伺候你呢 说着又端上两盘菜 姚不悔和露希尔已经生无可恋了 露希尔一眼讨好了来到小毛驴身边 姐姐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遇见我们那天唱的是什么歌 那个太好听了 小毛驴一脸得意地拿出善口 算你小丫头是活 姐姐就再给你来一段 说着就又来了一段二人转 把露希尔听得两眼冒光 额头浮现三叶标示 点点金光汇聚到露希尔额头 竟然是突破 异曲完毕 小毛驴一脸傲娇 怎么样 这二人转好听吗 露希尔一脸崇拜地拍着手 好听真好听 吕姐姐真厉害 聂先生应该更厉害吧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主人的来历我可不方便透过 不过主人提及过他以前的生活 我倒是可以简单说说 小毛驴倾咳一声 主人每次喝醉的时候 都会抱着我说好小的地区 而且就算坐在家中不出去 就可以通过一件法器 瞬间知晓天边发生的事情 想要去千里之外 打得哈欠的功夫就能到达 只要动动手指 就能将百里方圆移为平地 而师徒三人听到这些 已经被吓得瑟瑟发动 这念先生到底厉害到了什么地步 此时的小毛驴突然一惊 瞬间化为原形 只因此时我回来了 看到我回来 露锡儿开心地向我打着招呼 我快不来到李风子身前抱拳道 李先生 小子有一事相求 我想到外面闯闯 见识拜会各路高水 你能不能带带我 这可把李风子吓坏了 这魔头难道要离开这里 祸害苍生吗 没等李风子回答 露锡儿拍着胸脯表示放心 都包在他身上 再回头看李风子 正蹲在角落里面圈圈 这个魔头要出去祸害苍生了 自己不能这么眼睁睁地看 必须为苍生做点什么才可以 摇不悔二人上前架起李风子 正好聂先生有个问题 需要你帮忙解惑 说着就将李风子架到我身前 在下只是一介凡人 想出去见见修行路上的风景 无奈对外界事务知之甚少 想请老先生帮忙解惑 你知不知道外界有哪些强大的东门 李风子心里暗道 难道打听各大宗门 是打算打动清楚后再动手 不过自己倒是可以祸水攻击 让他与那些人对上 自己坐收渔翁之力 不过在哪之前 自己还需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当即捂着腰 又一声跪躺在地 抱歉了聂先生 刚才做菜的时候不小心扭到腰了 可否先休息一天明天再出发 我心里抱了一句脱脆 这老碰瓷也碰得像一眼 就这样的碰瓷都赶不上热乎 心里索然这样想着 但还是俯身扶起这老头 无意地摸了下老头的脉尾 既然故意装病肯定是有原因的 我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夜晚 我坐在房顶赏的月 心里感慨万千 在这个小院待了一半 本已经对这里厌倦了 没想到临走的时候居然有点舍惡 就在这时突然发现一个鬼鬼碎碎的声音 竟然是李疯子 这大半夜的他是要去哪 回想着白天时他的异常 又有救伤在身 决定偷偷跟上去以免有个意外 红雾禁地外围黑石林 李疯子长出了一口气 虽然遇到弥天重生 但自己却是因祸得福 自己的暗伤竟然备制好了七七八八 也是时候取回那件东西 贼机盘起坐车 运转真气 那件东西非皇族血脉不能唤醒 只能先恢复真身了 只见其苍老的身躯化为点点金光 下一刻在空中慢慢凝聚成一道身影 男人为了能回到地球 只能每天作死 为了作死只能找几个一言不合就拔刀的 但自己对修仙世界完全不熟悉 无奈只能相求李疯子 可是李疯子半夜鬼鬼祟祟的出了门 他有暗伤未遇 无奈我只能悄悄地跟了上去 李疯子来到红雾禁地外围 盘膝而坐 只见其苍老的身躯化为点点金光 下一刻在空中慢慢凝聚成一道身影 那点点金光实体化 竟然变成了一个银范妹子 原来他是先天皇朝末代女皇李疯子 两百年前 他在探查红雾禁地封印时被皇朝叛徒围攻 虽然最后逃出生天 但也身受重伤 而且还将皇朝传承万年的宝物不慎一事 无奈之下只能使用密技满天引脉弓 暂时缓解伤势的同时隐藏身份保住幸运 但这功法的副作用却让他化作糟老头的怎么样 就连性情也是大扁 他回想着之前种种 真是有失皇谷威严 不过自己还真是要感谢这个疑天 每天为自己针灸 要不然自己还真不能恢复真神 还是半正是要紧 随即就开始默念咒语 因为他已经感应到当年仪式的宝物就在附近 随着咒语的念度 不远处隆起一个小土包 一样东西散发着金光 那发着金光的东西突然飞到半空 李英姿看着那东西露出喜色 失散数百年终于是找到了 先天皇朝家传之宝不欲重统 当下就飞身准备去哪 就在这时一道黑影突然将他拍废 刚到手的宝物也脱手而出 原来是妖兽事业狼 而此时的我却因不熟悉路口 他奶奶的差点迷路 好在跟着李疯子无数不多的脚印跟到了阵 刚到这里就听见前方传来打斗手 应甘心李疯子的安危加快了走 没想到见到的却不是李疯子 而是一个女人正在和一头大灰狼在对峙 李疯子上去就给大灰狼一个嘴啊 直接将大灰狼打击眼 张嘴就朝着他咬去 却被他轻松躲过 悬浮在空中双手掐绝 一道剑光瞬间击中大灰狼额头 大灰狼音声倒地没了声息 李疯子也一脸欣喜地落地 可就在落地的一瞬间脸色一眼 一口老血就喷了出来 我在暗处看得一脸震惊 这小姑娘刚才还挺猛的 删人家大灰狼的嘴巴 怎么现在就吐血了 就在这时原本没了声息的大灰狼 突然睁开心红的眼睛 眼看就要一口将李疯子吃下 我可不能眼睁睁看着 于是拿起小石子 就朝着大灰狼砸了过去 小戏狗 欺负一个弱女子算什么本事 有种朝你爹爹我招呼 没想到这大灰狼没鸟我 我也是一愣 难道是我的嘲讽力不够吗 于是深吸一口气 气韵甘甜 你过来啊 没想到还真奏效了 转身就朝我追了过来 这一刻把李疯子看得一愣一愣 随即就昏死了过去 而我一边跑着一边窃喜 这大灰狼跑来追我 那位女侠应该脱身了 等那个女侠逃走后 我再来一个已身四郎 那不就能顺利死掉了吗 不过这狼看上去凶猛强悍 却怎么都追不上我 行不行按你个戏狗 而此时不远处 害我的罪魁或手猫头鹰戏的 正看着 下一秒却扑得一声化成了人形 也真是难为主人了 为了让这只小狗狗不掉队 故意放慢速度 而此时的我也终于 安耐不住停了下来 转身嘲讽 你个戏狗 有种一口咬死我了 那大灰狼张开血盆大口 就朝我咬过来 我张开双臂一脸气盘 我的地球我的家 我的空调和手机 老子终于要回来了 行不自禁地就喊了出来 却不曾想那大灰狼 竟然被我一嗓子震得 连灰都没省 等了半天没死的 我睁开一只眼睛查看 依据国粹脱口而出 我的大灰狼呢 怎么消失了 难道回去找那女人了 真是个没良心的家伙 没办法 只能往回走了 却发现那女人 竟然昏死了过去 不得不说 这个小姐姐细看之下 李峡子你醒了 我们继续吧 说着我拿着针就是一顿茶 心里还在那门 她的伤势怎么和李峰子如此相似 难道是修仙者的通病吗 而李峰子内心也是不平静 看着自己身上绷带的布料 都是她外套之人 难道自己冤枉她了吗 虽然不知道她有没有看一些 不该看的东西 李峰子起身对我道谢 我不好意思地挠着头 客气了女侠 这段时间最好不要运气 不然很可能伤上加伤 我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就帮她取针 我们素媚平生 你为什么出手救我拿 救人还需要理由吗 李峰子竟然被我的回答 弄得有点不好意思 脸色微红直勾勾地看着我 没想到当年想起 整片大陆血雨腥风的明天 竟然会主动救人 我被她盯得不好意思连连后腿 脚下被什么东西割了一下 待我俯身捡起食材 发现是一件首饰 肯定是这位小姐姐掉的 当即放在她手里 好好拿着 别再弄丢了 没想到她突然就跳了起来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今日之事我已铭记于心 小女子无以为报 终有一日我必回来娶你性命 话音刚落就一溜烟飞粉了 而我像是听到了什么好消息一样 我必娶你性命在脑海中回答 我看着她离去的身影灰泪跟她告别 就这么说定了 你可一定要回来弄死我 晚上还是翘莉莉的欲解罢 白天竟然变成了个一米半半的糟老头 刚回来的李峰子 被一声师傅吓得差点原地去世 就像一个干了坏事被抓包的孩子 不悔啊 喊为是有事吗 姚不悔和陆希尔满脸怒容 是有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出来 才会偷偷出去的 而且这不是好好地回来了吗 你不用太生气 李峰子也是人惊 忙挠着脑袋说道 这几天在院子里闷得慌 就出去散散心活动一下筋骨而已 我一听这还得了 她的伤势还没好力 还是千万不要大意 说着就将手放在了李峰子的肩膀 心跳凌乱 心脉暴躁 不久前应该剧烈运动 似乎是和什么人打了一架 可这方圆百里都是荒芜 哪里有什么人和她动手啊 难道和她打架的是 昨晚的那个玉姐女侠 想通了这一点 我也不声张 挥了挥手 我们还是抓紧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吧 毕竟出去找人杀死我才是首要认为 而此时李峰子正生无可恋地 瘫坐在一个上 嘴里嘀咕着 不悔这孩子就是爱人死里 不就是出去一晚没跟他打招呼吗 居然把自己训了整整一个时辰 说着在怀里一阵摸索 拿出了昨晚找回的蒲玉虫童 还好用皇家血脉温养过后可以使用 随即就将蒲玉虫童带在额头 运转功法 一阵晶光过后 蒲玉虫童渐渐消失在额头 做完这一切的礼工 开启蒲玉虫童悄悄观察着忙碌的众主 昔而这几天连续两次禁忌 境界并不稳定 误悔现在是三夜中期 她一直都是稳扎稳打 根基境界倒是不用担心 而看到我是 我通体发光 竟看不出我的实力境界 想再仔细看时 去被晶光差点刺瞎眼睛 一声惨叫跪坐在了地上 当众人将她扶起时 只见眼睛不停地流着泪 没事没事 只是有沙子迷了眼睛了 此时我也将东西收拾完毕 招呼他们随时可以走 李风子还是不甘心 既然看不清她的境界实力 那就看看她带了何物去为何人间 不欲重同 开那些普通的随身物品 竟然都散发着强大的道运河威亚 难道之前是院子的威亚才显得平平无奇 现在离开院子 他们才展现出了原本的姿态 这他娘的可不行了 必须得把他们收起来 想着就在怀里一阵摸死 快步走到我面前 聂先生 已带这么多行李上路多有个便 我这里有一枚收纳戒指就送给你们 而我却疑惑 我一介凡人怕是没办法使用的 李风子也不废话 直接就将戒指带在了我的无名指上 凡人也能用 你看着要收纳的东西心里默念收就可以了 我去这么神奇吗 终于可以轻装上阵了 解决了行李问题 我心情也是舒畅 骑上小毛驴就出发了 而我们刚离去 院子突然震动起来 似乎有什么东西要破头而出 随着阵阵紫气冒出 一具人影慢慢凝聚成形 并癫狂地大叫着 本座终于脱困 从今天起我要踏碎苍穹凌驾种田 话音刚落 一道雷电凌空劈下 瞬间劈在这身影之上 只来得及留下一声惨叫 就慢慢消散了 此时天空之上 天道化身一脸不屑 他奶奶的赶在小爷眼皮子底下搞事 你是什么垃圾 给自己分过类吗 话还没说完 咚的一声就挨了一记响亮的脑瓜棒 正是害我来到这方世界的罪魁祸首 系统猫头鹰 瞎嘚瑟啥 是不是忘记老娘交代你的事情 哎呀 大姐头 你交代小弟的事 小弟一定给你办得明明白白 有我镇守 你一天那小垃圾的残魂一定逃不走 最好如你所说 要不然老娘扒了你的皮 话说大姐头 那位骑驴的爷到底是谁啊 您这样的大人物也要给他办事 听了此话 猫头鹰杀气弥漫 我家主人的来历也是你们问的吗 堂堂天道化身差点被吓尿裤子 连连摆手 误会误会 我之前不是无意之间得罪了这位爷吗 现在我特厚迷 所以想知道那位爷的来历 好让我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渺小 知道自己渺小说明你还有救 只要你盯好这里 不让那个小垃圾脱捆 主人不会怪罪你的 说着就扑的一声又谎话为猫头鹰 扑腾的翅膀就朝着远处飞去 要是封印在你眼皮子底下出了问题 老娘扒了你的皮 只留下天道化身独自一人悲伤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趁着天道还能压制那玩意 我还是跟主人到外面好好玩了嘛 一晃数日后 我犹哉犹哉的骑着小毛驴 李疯子三人则遇见不紧不慢的跟着我 姚不悔和陆希尔也是问出了心中疑惑 聂先生这么厉害 为什么还要坚持在地上活 不和我们一起遇见飞行 这样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 李疯子故作深沉 你们还是太年轻了 你们可知我们所在的这片大陆 为什么叫悬夜大陆 这片大陆修为是一夜论高低 但你们不知道的是 在这之上还有花果之等其他境界 但前辈高人们将这片大陆以夜为名 一是因为我们的修为以夜为始 二是为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唯有时的夜之者 方之灵之广 唯有剑德族下光 方之月之高 李疯子的一通说叫直听的陆希尔一阵头晕暮血 而遥不悔似有所无 千里之行始于族下 万亩身临起于一夜 聂先生看似在走路 但每一步都是在淬炼自己的道心 此时什么都不知道的我 转身招呼了一声李疯子 李疯子遇见飞来 李先生 我第一次出门有点小心奋 不知道我们第一站要去哪里 那里的高手厉不厉害 我们第一站是三九城 高手的话那里比比皆是 那里的城主更是达到了七夜巅峰 而我也在心里盘算起了我的小九九 既然有高手 那肯定一下就能弄死我 既然如此 我们就去三九城 数日过后中世来到了三九城外 只是看着这城门和快要掉落的别 我严重怀疑这他妈真的有高手吗 当进城就碰到了一个硬查 只是看着这城门和快要掉落的别 我严重怀疑这他妈真的有高手吗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就是修仙世界的城镇 逗我玩呢 说好的仙气飘飘呢 怎么是这鸟样子吗 姚不悔和露西尔看着周围环境也是不解 这里和师父说的怎么这么大出路 李疯子干咳两生 为师也有两百年没来过这里了 难免会有些偏差 此时我回过头问李疯子 这个三九城有什么说法吗 虽然不愿意怀疑你说的 但是这阔地方真的有高手吗 如果对面是一个弱鸡 还能不能弄死我呀 李疯子干大一笑 哎呀聂先生 三九城或许没你想象的繁华 但城主贾仁义确实是七夜巅峰的高手 而且三九城乃皇朝边缘地带 我们日后继续往皇朝中心前进了 我也是瞬间领悟了李疯子的话 只是边缘地带就有如此高手 之后肯定会遇到更厉害 李疯子看我没有识破他的谎言 心虚的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还好没有怀疑我的话 这要是掉头就走 自己怎么领他和自己的仇敌见面 数百年不见三九城还是一如既往的破坏 但是晚上才是真正的三九城了 现在自己要做的就是促成聂小天与贾仁义的谋物 让他们二人彻底杠上 就在这时 陆希尔捂着自己咕咕叫的肚子 赶了一天路肚子好饿呀 李疯子当即表示 我们先找个地方落脚吃个饭 顺便打听一下三九城如今的情况 说着就热情地拉上了我的手 老夫记得附近有一间百年老店 聂先生跟老夫去感受一下三九城的风土人情吧 姚不悔二人也是被自己师父突然的热情搞得一脸猛逼 师父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热情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咱们 画面一准 小毛驴一脸无奈地被拴在了客栈外面吃着草 心里暗叹 要不是猫头鹰姐姐要我先瞒着主人 真想变回人形陪着主人一起进去吃饭 而客栈里面 姚不悔优雅地擦着嘴角 陆希尔则是打着宝格揉着肚子一脸满嘴 吃饱了吃饱了 虽然比不上聂哥哥做 但味道还是不错的嘛 此时客栈老板搓着手一脸职业假笑走过来 几位吃好喝好了 不知哪位客官结账呢 李疯子毕竟是李疯子 哎呀 老夫酒居深山实在是囊中羞涩呀 我心里暗骂一声卧槽 这老头这是要我请客呀 可自己也没有这个世界的货币 难道要以身相许 刷一天盘子底饭钱吗 忽然姚不悔拍着自己的胸 这顿饭就由我来付钱吧 之前聂先生一直照顾我 就算我们表达的一点谢意吧 李疯子刚要说什么 掌柜的一共多少钱 一千块零食 我们都被这个价格吓一跳 姚不悔本就是极恶如仇的性格 当即就怒喝道 你这是打劫吗 一顿饭这么贵 路希尔也是奶兄奶兄的说着 师傅虽然抠门 但是偶尔也会带我们下馆 这样的饭菜最多也就三块零食 掌柜的一听这不是要吃霸王餐吗 随即拍了拍手 店门瞬间被推开 近来七八个标形大汉 为首的男子大喝 是不是有人在这里搞事情 掌柜的上前点头哈腰 狗队长啊 有人要吃霸王餐 你可要给我做主啊 你臭不要脸 居然诬告我们 李疯子健壮在身后 不断地提醒两个徒弟少说两句 可姚不轨和路希尔怎么会听 李疯子无奈只能先暗中开启服御重统 这巡逻队毕竟是城主府之下 不能轻易得罪 必须将矛盾转移到聂小天身上才行 此事我也算是看明白了 自己是掉进了饭托的局 而且还和巡城大队有关系 这就是传说中的官商勾结 但是现在只要自己摆出一副 距离力争的样子 顶方他们几句 一定能激怒他们 运气好的话 自己可能直接被他们一刀杆 差一点的话也能挨一顿毒打 然后重伤死掉吧 想到此 我当即指着他们一脸正义地说道 你们这是黑店 而且还是一个官商勾结的黑店 想要我当冤大头门都没有 掌柜的和巡城队长一看我这架势就笑了 还是一个要钱不要命的家伙 随即就向我走来 一把攥住我的衣领 费他妈什么话 你敢扰乱三九成的秩序 跟老子走一趟吧 到了老子地盘 老子要弄你还不是轻而易举 到时候老子要多少钱 你都得乖乖给老 而我胸口的小布袋突然掉了出来 刚掉到地上就发出耀眼的金光 直接刺下了他们的狗野 随手做的玻璃珠竟然被当成宝贝条 困在荒芜禁地一百年的午 刚刚进入修仙城镇 就遇到了一家官商勾结的黑店 就在为首之人要抱揍我一顿的时候 我怀里的玻璃珠掉落在地 竟然当场爆发出耀眼的金光 差点刺瞎他们的狗野 卧槽 这小珠子里蕴含着一股强大的能量 难道是哪位顶级大佬的本命法宝吗 我看的也是一脸猛逼 随手捡起一个玻璃珠 他奶奶的当初做出来的时候 也没发现他还能发光 这一幕也把狗队长看得冷汗直流 难道这法宝是他制作出来 双腿一软直接跪了下来 能做出这种惊天大杀气的大佬 自己居然还要敲诈他 一个不小心还不得把自己弄出事 我也被他这一跪拉回了思绪 直接献上自己的双手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你有种直接把我靠走 我不信你敢弄死我 这下可把狗队长吓得不轻 大喊着不要过来 我们二人同时愣在了原地 这句本不对啊 不是应该凶神恶煞地将我靠走了 怎么一副怂样的 狗队长也同样暗自心惊 这大佬刚才让自己靠他走 难道是想借机进入牢房 顺势将自己一锅端了 这种大佬是万万不能得罪的 必须找个借口马上溜掉 伸手指了指地上的玻璃珠 小心翼翼地问我 这些珠子是你自己做的 对啊 之前闲着没事做了几颗出来玩玩 难道这玩意还能抵饭钱吗 我话音刚落 他就伸出手搜地一下 拿走了我的两颗珠子 没错这两颗珠子 已经够饭钱和冲撞巡逻队的罚款 不用跟我们走了 收队 说着已经出现在了客栈外 一溜烟地就朝着远方跑去 看得我们一愣一愣 这他奶奶的 说好的要把我打进黑牢呢 说好的弄死我呢 现在也只能指望客栈老板 我转头看下他 巡程队走了 你应该不会就这么算了吧 没想到他直接跪地磕起头来 大佬 小的错了 饭给你免单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呀 老板心里苦啊 要是这位爷一个不高兴 还不得把自己的小店给炸了 要是免单您还不满意 我在包您一行人的时速如何 这一幕看得李峰子师徒三人 也是一连忙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似乎聂哥哥把事情解决了 李峰子心里也是出租 没想到这小小的珠子里 打开窗户眺望远方 心里的痛谁能懂的 却突然被街道上热闹的景象吸引 摇不悔他们也在此时推门进来 聂哥哥 师父说今晚会有灯会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凑杯热闹 我也是欣然同意 有热闹的地方就会有冲突 到时候找一个冤大头弄死自己 不是分分钟的事 随后我们一行人就朝着灯会出发 只留下小毛驴自己一个驴独自哭泣 就在这时 一只猫头鹰落在小毛驴的头上 走 姐姐带你逛灯会去 果然夜晚的三九成才是真正的三九成 吞剑 土火 转盘子 果然杂耍的火 在哪个世界都差不多 不过确实有点东西 像是修仙那么回事 露西尔发现原本跟我们一起的 李疯子不见了踪影 却突然传来了李疯子的怒吼声 你们出千 遥不悔和露西尔无语 让聂先生见笑了 师父就是手痒爱毒 而且一旦毒起来就没清没准 自己师父真是又犯毒瘾了 随即气势汹汹地冲进了赌场 看见我们进了他底气更多了 小老头 说话可是要讲证据的 你要是在污蔑我们 我可要通知巡城队 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李疯子已经红了眼睛 露起袖子就要上去干 我在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 好了好了 李老先生消消气 让我试试 小胡子老板一看就笑了 悠喝 小子别说我瞧不起你 上赌桌可是要有赌资的 你可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吗 我当即拿出玻璃珠 之前客栈老板说这玩意挺值钱的 不知道可不可以 众人大惊当即一声国粹出口 这可是好东西啊 我点点头 凤陪到底 此时三九城的最高处 一个身影和一只凶兽正病态而立 俯视着来往的人群 听说今天城里来了一名神秘高手 也不知道能不能收入麾下 身后的一名属下 此时将一个玻璃珠呈上 属下在巡逻队手中偶然得到一样宝 还请城主过目 那城主接过玻璃珠甚是满意 就是不知道制造这宝物的神秘高手 是什么来的 画面另一边 小毛驴吕当其已经晃化成人形 一脸心虚地对着猫头鹰说道 姐姐 此时的我已经连赢十五把 面前已经堆满了零食 赌方老板已经是冷汗直流 短短十几把已经赢走了赌方大半年的收入 这要是让当家的知道 自己肯定会被包皮拆服 绝不能让这少年离开 好你个小贼 居然敢在老子面前出钱 不想活了是吧 姚不悔和露希儿的正义感又再次被点了 你哪只眼睛看到聂哥哥出老千了 开赌方的要耍赖吗 那就要先问问我的剑搭不搭义 赌方老板一脸得意 来硬的他可不怕 自己可是有人照的 我们当家的可是三九成少主 把零食全部交出来 不然有你们好看的 我也被震惊 真他奶奶的是要啥来啥 听上去那少主不是啥善类 这要是能激怒他 肯定能弄死自己 就在此时一道声音拉回我的思绪 听说有人要在这里搞事情 让我看看是哪里的小可爱 居然敢在我狗不离的地盘闹市 我回头看着他 他也看到了我 差点原地去世 卧槽 怎么是这个祖宗 赌方老板一看自己人到了 也是硬气起来了 狗队长 你来得正好 这几个人出老千 还请你把他们就地正法赔我钱财 没等狗队长说话 我就先和他打起了招 队长大人 白天刚刚见过 我们是老熟人 现在我是属于二次犯法 可不能再放过我了 我话音刚落 他们急退到赌方门外 对着赌方老板说道 三九成可是法治社会 已可有证据证明他出老千 此时门外已经聚集了不少吃瓜群众 小毛驴和化成人形的猫头鹰赫然在练 猫头鹰一脸兴奋 我们凑近点才能吃到瓜呀 而我也是追着他们走出门外距离立正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麻烦你把我就地正法 如果不方便的话 带回去用刑也没问题 就在这时一道尖叫声 打断我的慷慨发言 原来是露希儿被一个傻子调谢了 众人也是大惊 这不是少城主吗 此人正是三九成少城主假富贵 城里啥时候来了这么漂亮的大姐子 我要他当我小老婆 没想到三九成少主竟然是个智者 可这个智掌却开了个赌方 而且还是色狼 直接上手摸起了黑丝和白丝的大长腿 要不是给我一个说法 这是可没完 我此时心中暗息 没想到在这里能遇到少城主 像这种阔绰子弟 哪怕他不弄死我 他的城主老爹也一定能搞死我 为等少城主说话 赌方老板闪身指着我大喊 你这刁民居然对少城主不敬 就不怕被诸九福吗 骂完我转身一脸 陪笑地对着少城主恶人先告读 少城主明见 就是这几个人在赌方闹事 少城主拍了拍自己胸 捣乱地杀 我杀不了他 让我爹来杀 这一幕看得我有点无奈 这少城主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满脑子只想杀人 不过这样也好 只要我稍微激一激他 肯定会恼羞成怒弄死我 随即我就咳嗽两声 这位少城主 我看你仪表堂堂天纵之姿 边说着我边向着少城主走去 掐起他那圆润的大脸蛋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阁下一定是一名智障 这一幕直接吓呆了众人 卧槽 这货真是敢说呀 居然当众主骂少主 看出来我是智障 你简直和我爹一样聪明 你是除了我爹之外 第三个知道这个秘密的人 我决定了 你是个人才 以后就当我小弟吧 我吃剩下的都给你吃啊 说着就走到了姚不悔和路歇尔面前 至于你们 就当我的小老婆 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吧 刚说完就蹲了下来 直接摸上来 他们那穿着黑丝白丝的大肠脑 引得二人大怒 紫色狼 你个臭不要脸的 我怎么能惯着这种行为 直接一个掌刀将他劈倒在地 小小年纪就不学好 就想着吃豆腐可不行啊 突然一声大喝传来 什么人居然敢伤害我宝贝儿子 一个骑着凶兽的男人急速而来 敢伤害我儿子 我要将你们包皮拆骨 暴晒在城门之下 我看清来人 心里琢磨 这就应该是三九成的城主 李丰子说他是七叶高手 看来我想死的愿望能实现 转头对着李丰子眨眨眼睛 你们假装不认识我 直接快跑 不用担心我 交代完毕 伸手提起昏倒在地上的少城主 撒鸭子就跑 不想伤到你们少主 就赶紧给我让开 现在要先带着这个智障离开着 以免伤疾无辜 要快速离开的话 还是让小毛驴发挥一下实力吧 一口哨吹出开始召唤小毛驴 躲在暗处吃瓜的二人也是一几 猫头鹰反应快一脚 就将小毛驴踢了出去 主人召唤你们 快去帮忙 好路中的我看到来了小毛驴大喜不忘 驴子姐 我就知道你不会乖乖地待在客栈 何老远我就闻见你吃的草料味道 我直接一个跳远 稳稳地坐在了小毛驴的背上 转头大声喊道 智障他爹 想要回你宝贝儿子就来抓稳 姚不悔和陆希儿看着被追杀的我 已经按耐不住拔剑就要冲上帮我 却被李风子拦了下来 聂先生是顾及我们的安全 才把他命开的 你们可别浪费了他一番口心 说着一个大跳就窜了出去 一脚就踹在了狗队长的大脸上 师徒三人很快就和寻成队打成了一团 画面另一边 可是苦了城主身下的妖兽 累得已经成了狗一样土的舌头 我却到骑着驴 出言嘲讽 城主的坐骑看上去威武霸气 速度和持久也不行了 还是我的驴子好 好慢一点 别那么快就将它们甩掉 身后的城主与妖兽瞬间如同打击形 男人怎么能被说不行了 给本城主追 就这样我在前面跑 他们在后面追 不一会就将城内摸熟悉了 这个城收集了很多我要的彩量 我也是为民除害随手就顺走了 不肯彩量 我要加点料将事情闹大 这一幕看得天上 一直观察我的猫头鹰大兵尸四 主人现在还没办法控制一身霸道功力 制作东西时 不经意间把功力灌住其中 润了润了 这被炸到估计毛都不是 制作好了我随手就扔了出去 后方的城主看着 已经到了眼睛的东西一连猛一 下一秒一朵蘑菇云腾空而起 我看着这一幕也是心中满意 修仙世界的材料就是猛 普通火药都能搞成小型原子弹 这爆炸真是太难了 当踏入修仙世界的城镇 就被无情地追杀 无奈只能手搓了个核弹反击 看着那腾起的蘑菇云武甚是满意 修仙世界的材料就是牛逼 小炸弹的配方都能搓成原子弹 带烟雾散尽 那追杀我的人全部躺尸 只留下一个三九城主魂身伤痕 还没在爆炸中缓过神来 这到底是什么法宝 居然能瞬间撕裂自己的固体钢器 若不是自己眼疾手快将食言受陷阱 不怕自己已经死翘翘了 不对 是那颗小珠子在最后时刻 挡下了大部分爆炸的威力 虽然不知道是谁制作了这颗珠子 但是这种神秘高手必须牢牢巴挤才行 而我看到他在这样的爆炸中还能站在 也是佩服 看来确实是个高手 应该能给我一个痛快 想着 我就慢慢地朝他走去 没想到他反应如此之大 冲着我大声呵斥 贼子 你先欺辱无二 又大肆破坏我三九城 此等做法足以引得九天阵命 我三九城上有一位高手坐镇 你绝不是他的对手 放下无二 咱们恩怨一笔勾销 否则人头落地 说着就将那玻璃珠拿了出来 看到这珠子吗 这便是那神秘高手所致 你若是惹恼了那位大人 必然尸骨无存 我则是被逗笑了 既然城主大人有高手撑腰 何不先看我几道试试 而我此时看到他手里发光的珠子 非常严肃 你这珠子不是之前狗队长 在我这里拿走了吗 城主大人居然会随身带着 闻言 城主一句国粹瞬间出口 卧槽 这珠子是你造出来 我看他这么大反应 小心翼翼地跟他商量 你把我弄死 我多送你几颗好不好 听得城主一脸猛逼都写在脸上 原来自己最后的底牌 那颗蕴含着浩瀚法力的珠子 是人家随手做出来的 这一刻他已经不相信光了 身下像被抽干了所有力气 无力地跪坐在了地上 我一看这怎么行啊 城主 你放心我绝对不反抗 你只要咔嚓一下 我绝对量得透透了 帮帮忙啊城主大人 谁知道如此硬汉形象的城主 被我说的话吓哭了 大佬啦 我有眼不识泰山 眼珠子瞎了八辈子 我以后一定好好做人 不 好好做狗 求你放我一条狗命吧 这突然的一幕让有点措手不及 刚才还霸气责漏 怎么立马就跪了 我只是一个凡人了 给我跪下何事吗 此时李疯子匆匆赶来落在我身后 李老先生 你们没有大爱吗 李疯子故作深沉清合了两生 放心吧 他们已经脱离危险 老夫放心不下你 便先来接应了 看来聂先生已经制服了这个城主 此人不宜久留 望聂先生为民除海 我心中一惊 李老先生不要开玩笑 杀他 我可没那能耐 就在这时 忽然传来一道阴寒的声音 既然两位不打算要他的狗命 那便由我等待老板 我顺着声音看去 数十名黑衣员并排 站在周围的防射之上 他们头戴斗力 面带黑布 腰间挂着一腰牌 上面写着先天二字 为首男子居高临下 淡淡开口 假人意 已曾得先天皇朝 风姿女帝赏识 执掌三九成732年 期间一职鱼肉百姓 欺上瞒下 后九大太傅颠覆皇朝 风姿女帝向三九成求援 你非但没有乡主 反而将其行踪泄漏 让女皇受到九大太傅围攻 至今下落不明 上不敬天 下不畏地 前有卖主 后又欺民 本座叛逆一刀两断之罪 话音刚落 那城主已经血剑当场 彻底陨落 我看着这一幕有些惋惜 他奶奶的这是什么剧情 我还指望着他能把自己弹死 而那为首之人向我抱了抱权 感谢朋友出手相助 他日有用的到我等地 我义不容辞 我一脸生无可恋 既然城主被他们杀了 那不如试试能不能惹怒这群二百五 让他们嘎了我吧 想到此处当即对着他们 做了一个国际友好手势 我曹你奶奶的腿 当着我的面把他杀了 简直就是土匪 还让我念你们的好 阿呸 恶心 你押给老子下来 老子教教你们花儿 为什么这样活 一个黑衣人当即就要拔刀 却被为首之人拦下 此人实力非凡 别冲动 随即就搜的一下 消失离开 我他妈无语了 不就是骂你们几句吗 被骂了不是应该 直接下来干死我吗 就这样跑了 你们身为修仙者的高傲了 我无助地看向李峰子 李老先生 不知你可认识 这群神神叨叨的黑衣人 要说他们的来历 还得从我们脚下这片土地说起 这片土地曾经乃是先天皇朝所有 数百年前 皇朝中的九大太父谋朝篡位 才建立起了如今的九旋皇朝 只是百族之宠死而不僵 这些年来打着先天皇朝旗帜反抗的势力 自然数不胜数 而刚刚遇到的黑衣人所属势力为先天血脉 自称由先天皇朝皇室血脉统领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推翻九旋皇朝 让先天皇朝重长这片天地 我似懂非懂 这么说他们为先天皇朝请命是好 李峰子却摇了摇头 他们只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萧小之徒而已 他们怕是连先天二字所代表的的含义都不清楚 又谈何为先天血脉请命 我听着李峰子的话沉思起来了 看来他应该和先天皇朝有着什么关系 要不然也不会如此藐视那群黑衣人 话说这城主也太不给力了 好歹先弄死我再躺平啊 对了 那群黑衣人既然能弄死这个城主 实力肯定比他高 只要找到他们的距点 再搓两个核弹搞他们心态 凭借着他们的实力和修仙者的分野 总不会再次放过我吧 想到此处 当即询问李峰子 既然你知道他们的来历 应该也知道他们的距点在哪里吧 老夫倒是有所耳闻 为等李峰子把话说完 我激动的一拍他的肩膀 他们刚刚破坏了我的好事 我当然要找他们讨点战 此时姚不悔和陆希尔也是匆匆赶来 李峰子看着两个爱徒无爱 也是松了一口气 聂先生打算离开三九城 我们回去收拾一下 随他一同离开 姚不悔一脸正直 谨遵施命 陆希尔则是欢呼雀跃 一道极为不和谐的声音响起 睡得好爽啊 原来室内被放在小毛驴背上的智障 哨成猪醒 小毛驴一个驴抬蹄 就将他甩飞了出去 正好落在了他爹尸体袍 等看清他爹的状况 趴在他爹的尸体上大哭了起 爹啊你别睡了 起来陪我玩啊 李峰子提醒我要斩尽杀绝 我叹了一口气 这祸脑子本来就有问题 他爹已经死掉了 他能不能活下来还是个问题 这个时候我在落井下石 那妥妥的造念 姚不悔和陆希尔见我动了侧影之心 当即大喝 聂先生不可妇人之人啊 而且他刚才还 说着陆希尔已经红了脸 我也明白他要说的是什么 随即一举 要换成我是希尔姑娘的话 我恐怕当场就拔剑将他弹死了 只是他肆无忌惮这么多年 是因为有城主给他撑腰 现在城主已死 他的下场可想而知 此时的围观群众已经一个个黑了脸 纷纷拿起地上的棍子 已经将那少城主围了起来 我看着这一幕心中感慨万千 画面一转我们一行人已经再次上路了 向着先天血蒙的玉成山据点回去 我再次怀疑这先天血蒙会不会都是一些水 李疯子在三宝镇这回绝对是有高手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也只能暂时先相信他 玉成山据点距离一百多年 这路程可不得 难保不会有什么拦路抢劫 此时我们却被一个倒地书生模样的男子拦住去了 我和李疯子同时一惊 这嘴是开光了吧 当说完拦路抢劫 这就直接碰到了 上一秒还是一个文弱书生 下一秒就变成了一个妖娄妇媚的美章呢 这个修仙世界到底是怎样 人人都会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呢 就在刚刚 我们一行人遇到一个倒地书生模样的男子拦住去了 在吃了我们全部的干粮后 才神采奕奕的向我们道歉 谢谢各位 小人昨天遇到山贼 盘颤和干粮全部被抢走了 饿了整整一天了 我和李疯子坐在他对面全程黑脸 在他奶奶的妥妥是饿死鬼头胎啊 路希尔也是生气 就要出手教训他 却被姚不悔拦着 师姐你别拦着我 他吃光了我们所有食物 我要揍死他 而书生却不以为意 一脸羡媚的向我贴来 刚才听说几位救命恩人说要去御山场 能不能带上小的呀 小人对这一代仰如指掌 一定能带着各位趋吉避凶 我连忙摆手拒绝 我们相遇就是缘分 还是大陆朝天各走一边吧 心里却在暗下 你要是真能趋吉避凶 还至于被拦路抢劫吗 我看你是想找人当你的保镖而已 更何况自己本来就是要找人弄死自己 还要鸡毛趋吉避凶啊 没想到书生直接跪地抱着我的大腿 哭了起来 大哥呀 求求你把小人带上吧 这一路走来老是碰上栏路抢劫的 差点连裤衩子都被抢了 千万不要丢下我呀 我也有点无奈 这货把自己说得这么可怜 直接拒绝脸面上说不过去 还是得找理由甩掉的好 那你说说你能帮到我们什么吧 书生面露喜色 不瞒大侠 小的家就住在御山城 以前是跑伤的 所以对那里的势力分不了如指掌 我听了也是心念一动 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就当做是你入队的测试 你知不知道先天血蒙在御山城的实力配置 书生听后一惊 随即抱拳说道 他们在御山城可是硬查 就连城主都要聚他们三分 要是几位去和他们作对的话 还请三思啊 我抱着胳膊脸色平静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 你要是告诉我们先天血蒙的消息 我们还是可以带你去御山城的 好的 小人马上告知 先天血蒙 旁人只知道他们是秉承先天皇朝一致的组织 具体阶层为 一皇二圣三将军 四神五魔六使者 其中一皇自然是疯子女 未等他话说完 比疯子上去就是一殿跑 疯子女皇什么时候加入先天血蒙 赶紧说御城山现在是谁在鼓 书生揉着自己的后脑手 助手在御山城的是六尊石的火尊石 至于他的情报 小人可以再回到御山城后找人详细调查 我怎么会不知道他的小心思 书生是打算用火尊者的情报换取我们的 这交易也只能做 希望你打探的情报值得我们护送你一场 书生一听也是欢呼起来 随即在自己的怀里摸索起来 为了感谢给大侠 小人帮各位算上一卦吧 说着就在怀里拿出一个银色龟铁 不是我吹 小人自幼便懂得不算挂项 一定能帮到各位的 当即就拿着龟甲摇晃起来 路希儿却吐槽 你要是能掐会算还会被强盗给打 只见那摇晃的龟甲中掉了出三枚铜钱 众人全部好奇地低头看着那三枚铜钱 你这一挂算的是什么呀 只见书生将龟甲放回怀中 一脸微笑 小人算的是天气 挂项显示今天一整天都晴空万年 没有半点 话还没说完 调泼大雨就哗哗地下了起 一个山洞中 众人围坐在火堆旁瑟瑟发抖 我没好气地数落着 你这口奶够毒的呀 你算的是黑挂吗 李疯子也是来气 咬牙切齿地说道 这个人神神叨叨的 一老夫看直接抛下他算 我却在心中思索起来 这家伙虽然不靠谱 但似乎的确能探查先天血蒙的情况 而且这家伙的毒奶黑挂确实悬谱 到时候让他奶上自己一举 我不就能顺利被赶掉了吗 想到这里我拍了拍礼风的 大家出门在外都不容 我们还是把他带着吧 听到我如此说 书生飞奔过来 直接抱住我的大脑 这位大侠急功好义 五道狭长 人帅心善 你是好人了 入夜 我们一行人已经席地而睡 那说声去突然睁开双眼 随即起身朝着山洞外边走去 刚走出山洞 一到人影就落在了他身前 那人影抬头看着他低声 事情办得怎么样 书生轻蔑一笑 看来你们对我的专业本领 还是有所没 放心吧 我已成功打入他们内部 说着周深发出点点金光 下一秒便化成一个 妖娃妇媚的美娇娘 我只是带着修仙世界 两个妹子做了一套广播体操 没想到下一秒 他们直接突破 这让原本跟着我们的书生 目瞪口来 就在刚刚 原本我们因为下雨的原因 无奈只能躲在山洞里过一 可是刚睡着 那书生就起身朝着山洞外走去 刚出山洞一到人影 就落在了他身前 那人影抬头看着他低声的 事情办得怎么样 书生轻蔑一笑 看来你们对我的专业本领 还是有所欢迎 放心吧 我已成功打入他们内部 说着周深发出点点金光 下一秒便化成一个 妖娃妇媚的美娇娘 原来这女人是 先天血蒙的情报秘谈 那黑衣人再三交代着女人 这次的目标不简单 据说三九成的城主 就是被那少年一招就打 我们就是担心 他会对血蒙不利 才让你接近他们探查底细 会不会是远古宗门 派出的历练弟子 千万不要大意 女人无所谓的打了个响指 只要钱到位 我要查的人绝对不可能豪妥 还有这段时间 你们好好地等待 一旦我刺探完毕 我会主动联系你 说着转身就打算先回山洞 黑衣人在后面威胁 血蒙交给你任务 那是对你的认可 千万不要敷衍我等 女人随意地摆了摆手 而此时身后的大树上 一只猫头鹰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真是无知者无畏啊 就这点实力 还想探查主人的底细 到时候真要是惹恼了主人 估计主人随便摆摆手 就把他们当沙子羊了吧 此时女人对身后的猫头鹰毫无所觉 周身散发点点金光 下一秒就又变回书生模样 只是被猫头鹰那杀人般的眼神盯着 她感觉自己后背一阵发凉 随即迈开步子跑了起来 估计是要变天了气温下降 得赶紧回去补个回笼叫要紧 次日早上 我早早地就起来 打起了在地球用于锻炼的健身拳 心里也在盘算着 昨天因为下雨耽误了行程 今天估计就能到玉山城了 突然被起来的书生打断 大侠这么早就起来了 对啊 昨晚睡得不踏实 所以就早早起来练个全体替身 话说 我们到玉城山还要多久 快了快了 不远处就是邱益庄 我们今晚在那里的驿站落脚 明天一早就出发 晨午之前就能到玉山城 突然山洞中传来一声大呼 差点将书生下的原地去世 紧接着被一道人影撞翻在地 原来是露希儿见我在练诀 一脸小兴奋地跑到我身前想要学诀 听见我说可以教他 瞬间眼睛里都是小星星 却被刚出山洞的姚不悔拦住 那应该是聂先生的师门绝技 你这样不好 露希儿闻言叹了一口气 对啊 我已经有师父了 不能再投入聂哥哥的师门学拳法 我却笑着表示没问题 我这就是普通的健身拳法 我们老家那里只要肯学都可以教的 露希儿闻言瞬间大喜 姚不悔大惊 这只是家乡的健身拳法而已 李疯子也表示不紧 还有想学就学的拳法 我继续解释着 当然是真的 当然没问题一起来吧 就这样我带着他们一拳一拳地打了起来 李疯子和书生却是坐在不远处看着 看着看着书生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样 只见姚不悔和露希儿再打了一套拳后 周深金光点点双双突破到了四叶初七 两个修仙界的妹子只是跟着我做了一套广播体操 下一秒就双双突破 姚不悔和露希儿全部沉浸在突破带来的快点 一旁的书生看着这一幕震惊的张大作 就只是跟着练了一回拳 就这么轻轻松松的晋升了 那位大侠到底做了什么 难道说他已经是十叶高手了 看着我身后金光凝聚的花瓣 他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这种记忆 更胜传说中的仙人惯点 十叶高手肯定做不到 只有突破了叶的限制才能做的 在一旁的李疯子健壮也快步向我跑来 机不可视师不再来 这种机遇自己可不能浪漫 就在这时 突破带来的快感终于过去 两位妹子面色潮红的摊坐在地上大口喘 这可给我下一条 千万不要碰死了 聂先生的拳法太过玄妙 我只能领悟到这里 还请先生不要见惯 不行了 突破之后太舒服 脑子都晕乎乎的 我挠了脑头有些不好意思 难道修仙者的身体都这么虚拟 我还是先去给几位准备早饭吧 吃完以后我们继续 见我们已经结束 李疯子失落地跪在地上 懊悔自己没有跟着一起 早知道跟着练一遍拳就能晋升 自己还端个屁的架子 感觉自己错过了一个亿 吃过饭我们一行人就继续上路了 下午时分 走在前面的书生回头指着前方 聂先生前面就是邱一庄了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你说的邱一庄就是上下的那些房子吗 比起庄园那更像是镇子 书生连忙解释 邱一庄是搭建在高山上 山下那些其实就是一个小镇 邱一庄建立到现在已经有一千多年了 以侠义好情 除强服若著称 久而久之就发展成了现在的规模 我看着前方若有所思 想来那庄主也应该是个高手吧 既然是个高手 说不定可以试试看能不能弄死我 不过听书生描述 那庄主应该是个好人 那自己也不能像得愣头青一样冲过去求死 还让他背上的滥杀无辜的恶门 做死计划暂时搁置吧 而李疯子这边 自从知道要去邱一庄以来 一直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摇不回见状 上前关心的地问道 师父 我看您神情似乎不好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李疯子连忙摆着手 敷衍了过去 心里暗叹了一口气 当年自己被追杀时 这邱一庄老庄主站出来 为自己挡下了一部分追兵 现在几百年过去 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怎么样了 就在李疯子思索之际 我转身向他招手 今天天色不早了 我们就在这里落脚吧 李疯子抱拳同意 路希儿更是开心的不得了 因为终于可以吃饭了 刚进到镇里 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就议论分分 原来过两天就是邱老庄主的寿业 而当朝九大太傅更是送来了贺 李疯子文言震惊不已 当年九大太傅叛乱 邱老庄主第一个站出来 给先天皇朝撑腰 如今怎么可能让九大太傅的鹰犬到来 这是一定有蹊跷 自己要找的机会 见一见老庄主才行 入夜 刚找了一间客栈落脚 就匆匆自己一个溜了出来 而此时的邱一庄内 一个白发老人正坐在平院中喝着酒 新年先天皇朝恩泽天下四海生亭 我邱一庄去也能活得逍遥自在 没曾想 九大太傅谋朝篡位 现如今不孝子孙为求自负 居然依附九大太傅为虎作差 可悲可叹了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传来 邱老庄主 数百年不见别来无恙了 一道人影缓不走费 当年晚辈落难 幸得老庄主出手相助 才勉强逃出生天 今天晚辈机缘巧合下 故地重游 晚辈自然得前来拜会老庄主 老人看清这身影顿时大惊 丰姿女皇四个字脱口而出 当即跪在地上 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 陛下 老陈等的你好苦啊 来人正是化成女儿身的李丰姿 李丰姿上前扶起老人 邱爷爷 您当年与我皇祖父 可是八败之交 论姿牌背 我还得称呼你一生输公 而且你当年对我还有大恩 我怎么受得了你这大脸 李丰姿一路将老人 扶到书房的椅子上 才问出心中一骨 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 为何你的身体会受到如此重伤 老人叹了一口气 家门不幸 当年陛下藏身 邱一桩一时被九大太人之心 事后他们便借故上门寻信 老夫虽然挡下几人 但最终还是老了 李丰姿文言 当即躬身行李 邱爷爷大恩 丰姿莫齿难忘 老人却是摆了摆手 可惜老陈的子侄们的封骨 早已被九大太夫打断 这些年当鹰犬倒是当得禁止 如今我已被架空转禁在了小院之中 他日要是下了黄泉也无言面对先皇 说着就四下张望 对着李丰姿招了招手 敲咪咪地说道 老陈已经是废人一个 但是因为守着一个秘密才残喘至今 这个秘密关乎先天皇朝 还请陛下莫要辜负老陈一片心意 画面一转李丰子已经晃化成老头模样 坐在客栈一脸愁容地探着起 这一幕看到我们心中疑惑 路希尔吃着饭关心地问道 师父这是怎么了 昨天吃坏肚子不舒服吗 为时只是有些事想不明白 你吃你的 原来那秋老庄主将一件秘宝藏在玉山城 昨晚已经告诉了李丰子藏宝地 而他正在纠结要不要拿着秘宝跑 可他又不忍心将老庄主一个人丢下 继续受折磨 此时我为李丰子夹了一块肉放在他碗里 看李老先生眉头紧锁 应该是心中有什么郁节无法散去 跟晚辈说说 没准晚辈能为你分忧 前一秒还白白手想敷衍过去 下一秒像是想到了什么 看着我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决定还是说一说吧 我倒了一杯茶让李丰子慢慢说 李丰子就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遥 姚不悔和路希尔听完就表示 秋老庄主急功好义 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就直接杀进去救出老庄主 然后再让聂哥哥为老庄主治伤 李丰子当即反对 对秋一庄而言 我们就是小猫小狗 想弄死我们分分钟的事 况且老庄主双腿和筋脉断了数码 哪有那么容易就能治好 我挠着后脑勺 能不能治还得看过之后再说 没看怎么就知道治不好 听李先生说 这秋老庄主妥妥是个好 我能帮却不帮的话良心上步不去 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却在谈 庄里的其他人就是一群坏蛋 等治好了老庄主 再找机会激怒他 那我的做死计划 不是妥妥的能成功 李丰子在听完我的话后 直接就跪了下来 聂先生大恩 小老儿代老庄主谢过了 李丰子也是被我的言辞感动到 都说魔道中人无力不欺凿 但是他刚才所言 完全是出自真心实意 没有半分掩饰 难道是自己之前误会聂小天了 我一边搀扶李丰子起来 一边对着书生说道 我们要逗留几天 你要是着急的话 就先去玉城山吧 书生连忙表示自己不着急 就在这里等你们就可以 陆希儿向我问道 聂哥哥我们和邱义庄 没什么交情怎么混进去 过几天不是邱老庄主的寿宴吗 我们准备准备上山 给他老人家贺寿就行了 只是随手做出来的玻璃珠子 就被修仙世界的众人 当作不可多得的法宝 我则轻蔑地表示 就这种玻璃珠子 只要我想 随随便便做出来 几百颗都不成问题 就在刚刚 为了救出被软禁的邱义庄老庄主 我们众人决定在他寿宴这一年 以败寿为名 悄悄溜定去看看情况 寿宴当天 前来为老庄主败寿的人 络绎不绝 可总有一些正义人士愤愤不论 九大太傅当年 为了取得先天皇朝密宝 不惜重伤老庄主 现在又派手下前来贺手 也不知道安的什么心 看看那邱作妃 自己老子被打成废 他倒是能和仇家谈笑风声 说着叹了口气 邱老庄主一世英明 居然养了这么一个窝囊人 只怕再过几年 整个邱义庄 都要成为九大太傅的英雄 说话之人话音刚落 就被一脚踹翻 踹他之人正是九旋皇朝御史 一脸高傲的呵斥的 九旋皇朝恩泽天下 其实你可以随便评论 邱义庄现任庄主邱作妃 连忙上来打人场 御史大人到来 邱义庄彭毕生辉啊 今日乃家父寿宴 大人不要和这些小民一般见识 那御史大人依旧不解气 重重的又是踢了一脚 今天是老庄主的寿宴 不宜见血 等过了今日老子再和你算账 正在排队的我见到这一幕 灵光一闪 我去 一言不合就拔刀的火 终于是被我找到了 这御史大人一看就是个大坏蛋了 一会碰到他 稍微刺激刺激他 说不准我的做死计划就成功了呀 终于到我们了 却被一个管家模样的人拦住 你是什么人 送了什么礼物 李疯子只是掀开箱子一角 箱子里就发出耀眼的金光 我们只是散修 听闻老庄主寿宴 特别准备了一些玻璃 前来道合 那管家见到箱子里面的东西 眼珠子差点掉出来 这是我们从百年棒晶体内 得到的碧海潮生珠 还望大人行得方便 说着就拿出一颗珠子 放在管家手里 管家立马就将珠子 放进了自己怀里 随着我们的进入 姚不悔和露希尔 还在愤愤不平 将这种珠子送给这种鹰犬 真是不值得 我则是无所谓地表示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而且就这种玻璃珠子 只要我想 随随便便做出来 几百科都不成问题 妹子二人当即 就被我的慷慨所折服 画面另一段 邱逸庄庄主 正一脸殷勤地 伺候着玉石大人 玉石大人一脸 享受得接过茶 不知你打听到 那个秘密没有 九大太傅可说了 他们耐心是有限度的 不介意邱逸庄成为历史 邱作妃听得冷汗直流 再给小人一点时 一定能探出先天秘宝下 就在这时 那管家一惊一乍地 跑不进来 手里捧着我送上的玻璃珠 少庄主 刚刚有几个散修 献上碧海潮生珠 小人见着珠子不满 特来禀报 邱作妃满不在乎地 顺手拿出印度 下一秒震惊地 何不拢走 卧槽 这珠子里面 蕴含着精纯的灵气 要是能将珠子里的灵气 完全吸收 绝对能晋升好几件 他们就只送来了一袋子 的确是有一袋子 嘴上虽然说着一袋 手上却比划着二 邱逸妃也是苗董 看来管家也不是傻子 随即将宝物拿到玉石面前献上 还望玉石大人 能再宽限小人几日 玉石随手拿出一颗珠子观察 下一刻面色大变 根据情报 假人依旧是被这珠子的主人击败 后又被先天血蒙击杀 没想到元凶刺投罗网 今天我就让他有来无回 邱逸妆艳客大厅 冰棚满过 露希儿这个吃货 早已按耐不住 想先吃两口 却被李疯子无情地打了手掌 你这孩子 什么都敢随便吃 仔细感知一下 就能发现有好几名高手 正在暗中注意我们 还有门口那几个人 明显是专门伪装成家丁的高手 看来是邱作飞早就对我们有所防备 而此时的我正在东张西望熟悉环境 随后敲咪咪的对他们师徒三人说道 李老先生你应该熟悉邱逸妆的布局 等会我和布毁希儿两位姑娘引开她 你趁乱离开救出老庄主 就在这时有人终于按耐不住向我们走 二话不说直接抬手就向着我攻来 我看着那越来越近的大拳头心中暗息 终于来了 一言不合就拔刀 这才是修仙者的日常操作 只听见砰的一声 那大汗却是飞了出去 动手呢 不对 动脚的是姚布毁 这一幕将在场的众人惊呆了 有没有搞错呀 一个小女娃 一脚就将一个午夜舞者踹飞了 她是怎么做到的 而姚布毁却对着我失了意 布毁实在是看不得有人对先生不惊 还请先生谅解 我满脑门黑线 尴尬的笑了笑 谢过布毁姑娘替我解围了 此时听到动静的管家匆匆赶了过来 对着我们就大喊 这几个人肆意扰乱老庄主的寿宴 还请大家帮我抓住他们 修仙世界确实还是有几个有血性的 捏着拳头就要对我们动手 姚布毁和陆希尔也是不惧 摆好架势就准备大概上一场 捏哥哥教我们的拳法可不是吃素 李丰子一见这架势也是有些担心自己的两个徒弟 我在一旁连忙提醒他赶紧去找老庄主 李丰子也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 转身就走 还请聂先生照顾好我两个徒儿 说着姚布毁和陆希尔已经和他们站作一团 片刻功夫后 姚布毁和陆希尔站在我的两侧 我则坐在椅子上叹了口气 这就趴下了 这么若鸡也能算是修仙者吗 那个谁 你也太不讲理了吧 是他们找茬逃打 你不但不制止 还怂恿他们围攻我们 那管家已经被眼前的一幕下的浑身颤抖 这是你们的私人恩怨 我们本无权过问 说了这样的事主要责任 还是我们邱义庄代骂了各位 为了表示歉意 特奉上邱义庄珍藏家酿 说着就将手里的酒递给我 我就闻了一下 就知道这酒有问题 闻上去似乎是贺底 我也是无了个大理 好歹是修仙世界 下毒就搞个贺底门 也推没创业 无意见眼角的余光 看见桌子上的一盘牛肝 而且这解药就在桌子上 这群人有没有脑子 当即就吃起了牛肝 我还没吃饭喝酒前 先吃点东西 垫垫肚子不过分 随即一脸轻松的 就将那杯酒干了 随即打了个酒格 让我没想到的是 那呼出的气体却是距离 让我身前的管家众人 直接躺了反满 何人敢在我邱义庄闹市 一道震耳欲聋的大鹤响 掴着整个大厅 只见那邱义庄 现任庄主周身 弥漫着强大的真气 高高浮于半空 看来几位是故意闹市 那就不要怪我手下不留情 而此时一处偏僻的房间内 老庄主心中疑惑 怎么会有如此骚动 下一刻 化为女儿身的李峰姿 突然出现在他身前 邱爷爷 我是来救你离开的 只是李峰姿话音刚落 一个手拿宝剑的身影突然出现 周身迸发出巨大气势 本官早就知道 你们会趁乱来救这老匹夫 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 今日就将你这先天血蒙的余孽拿下 为了救出被软禁的老庄主 我们打算在他寿宴上寻找机会 没想到却被发现 只见邱义庄现任 庄主周身弥漫着强大的真气 高高浮于半空俯视着我 你们擅闯邱义庄 就是为了救走那个老匹夫 姚不悔看着那悬鱼半空的 邱义庄庄主银牙紧咬 他的实力似乎在七夜左右 我们千万不能大议 比之前的三九城城主差了一夜 怎么气势上比那个城主还要强 居然拿假人意和本庄主相提并远 这一战你们注定会死得很惨 我看着也是心里有点秃脱 这架势确实比那个只知道 骑着妖兽死堆自己的城主下来 可他境界明明没有那个城底包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只听那庄主大喝一声 秋一萧瑟震气 只见以他为中心点点浮温亮起 形成一个能量漩涡 看到这一幕的姚不悔终于是想起了什么 之前师傅曾提及过这秋风萧瑟震 像这种扎根某地多年的事 会使用阵法借助地脉之力提升实力 我听的也是一惊 卧槽 这么说来他的实力不止七夜 没错 一旦阵法启动 他的实力会暴涨数 下一刻那庄主哈哈大笑起来 现在才反应过来晚了 姚不悔和露西尔两位姑娘提见 就向着那庄主攻去 先拖住他 麻烦聂先生趁机找到破局方法 那庄主眼中杀意更古 就凭你们还想破阵 而此时李风兹这边也已经跟那御史交手 确实被那御史一拳打退数 老庄主也明知自己就是个累赘 恳求着李风兹将他丢下 御史也是在他们的交谈中得知 这李风兹就是失踪了数百年的 风兹女皇心中大喜 要是杀了他 自己肯定能得到九大太傅的赏识 当即提刀就向着李风兹杀去 李风兹也是不敢怠慢 想要本皇人头 那得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单手捏绝 一道金色能量就赢了上去 画面一转 邱一庄庄主单手捏住袭来的剑剑 另一只手一拳就打在露西尔身上 将他击飞树母 小丫头们实力确实不足 但终究只有四页而已 在绝对实力面前根本无法扭转战局 姚不悔银紧到 丝丝血迹在他嘴角流出 不是是怎么知道 说着他手中的长剑瞬间分裂成无数碎片 向着那庄主袭杀过去 没想到却被强大的真气全部震开 随即就向着姚不悔杀去 我看着也是着急了 随便在储物戒指里面取出遗物 就向着那庄主扔去 孙贼 接招 那庄主的权力一击 全部打在了我抛出去的大铁锅上 邱一庄庄主的权力一击 全部打在我扔出去的大铁锅上 下一秒直接被铁锅震飞了出去 我看到这一幕也是大惊 这铁锅果然是有问题 当时自己没被天洁垫死 也没有被姚不悔砍死 应该就是这波的铁锅 我看着屋顶内被砸出的大铁锅 按道一声不好 叫着姚不悔和陆希尔就往外面追去 赶紧跟过去看看 能捕刀就给他捕个刀 别让他回过神来把我们绝地反杀了 李疯子这边正在与那浴室僵持着 眼看就要不敌 只听轰隆一声 那浴室不知被什么东西砸了的正常 带烟雾散尽 原来是那邱义庄庄主 浑身电光闪烁 趴在浴室身上一动不动 这一幕也是看得李疯子 与老庄主二人震惊 老头心里暗想 陛下身边还是高人多呀 此时我们一路追着那飞出去的庄主 也是正好感 化为女儿身的李疯子 见到我也是冷汗举流 我见到他也是有点惊喜 女侠没想到在这里也能碰到你 姚不悔凑到我耳边敲咪咪的问我 这姐姐是谁 这位啊 是我之前认识的一位朋友 而我心里也有点怀疑 怎么总是李老先生不在这女侠才出现 这俩不会是同一个人吧 当即拱手问道 想必这位就是邱老庄主吧 我们是受同伴所托前来解救您的 不知这位女侠是 李疯子闻言 转头拼命地对着老庄主实验色 老庄主会议 这位只是老夫一位故人的孩子 听闻老夫受困多年 刻意前来救我出去的 而李疯子一边将老庄主放下一边说着 我久闻邱老庄主一直被他不孝子羞辱 便打算前来救他 看来几位与我也是同样的想法 姚不回拱了拱手 这位姐姐原来是同道中人了 不知姐姐尊姓大名 可曾见过我家师父李疯子 我刚才寻找老庄主的时候 正好见到一名老者 正在与几名家丁交叉 想必他就是你们口中的师父了 说吧 就飞离地面逃也适的离开了 看得我一愣一愣的 上次捡到他的时候 还说再见一定娶我狗 怎么就这么走吧 看着李疯子离开的背影 姚不回也有些疑惑 怎么看着他会有一种 熟悉和亲切的感觉 事前解决 我们迅速将这二人捆成了洞 我也静下心来为老庄主把脉 没意会的功夫 李疯子就在门口窜出 你们已经救出老庄主了吗 徒弟二人当即上前质问 你干什么去了 怎么也不打声招呼 还有 你跟别人交手了 有没有受伤啊 李疯子心虚的挠着头 就是收拾了几个臭鱼烂虾而已 我绕了好久才找到这里 聂先生给老庄主把脉整治 结果如何 没什么大碍 就是经脉堵塞而已 想要重新站起来并不是什么问题 至于恢复功力我就没办法保证 闻言 李疯子面露哀伤 也罢 先让邱爷爷恢复行动能力 大不了以后我为他养老送走 传统火冠记忆竟然在修仙世界有如此妙的 直接让一个半废的老头生龙活虎 重新制冷了起来 就在刚刚 我们一行人救出了邱一庄老庄主 但他修为被废数百年 我只能拿出压箱底的宝贝打算为他治疗一篮 邱老庄主静脉堵塞多年气血几乎停滞 需要以文武双火来让他静脉重新焕发活力 现已活落药酒点燃 快速唤醒老庄主体内经脉的同时 也能让其快速焕发活力 接下来便是无火 魂火醒经无火通脉 痛则不通通则不痛 而此时旁观的李疯子师徒三人 已经沉浸在了药酒的香气中 随着我的手在老庄主背上一抓一排 老庄主直接一口陈年老血吐了出去 我也是累得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没想到一回头下了一大天 李疯子师徒三人满脸曹红的瘫倒在地上 显然是沉浸在突破的快点中 下一秒更为震惊的一幕出现 只见老庄主高高悬于半空 周身散发着耀眼的金光 居然突破了夜的静谷 成为了一花境界的高手 片刻后身体落于他那不孝儿子身前 老子这几年重伤难度 你趁这个机会不但将老子软禁独揽大拳 老子可以不跟你计较 但你对九旋皇朝卑躬屈膝 鱼肉山下百姓 哪怕你是老子的亲儿子也饶你不得 说着一双大手就抓向了自己儿子 画面一转 我们四人围坐在一起吃着饭 老庄主说他自己处理山庄的事情真的没问题 放心吧 老庄主在受伤之前就是一方萧雄 对付这点小事一如反掌 我们谈话间 姚不悔却在暗自思索的时候 自己明明是第一次见到那个女人 为什么总觉得好像在哪见过一样 而且好像是在自己很小的时候见 师姐你是胃口不好吗 那我帮你把菜吃了吧 说着就嗖嗖的一顿风卷残余 给姚不悔看得一愣一愣 就在剩下最后一块肉的时候 路希儿的筷子被拦住 希儿啊 我只是在想事情 可没说不想吃东西了 可是这些菜凉了就不好吃了 你胃口不好就别浪费了 俩人就这样僵持着 比风子健壮心中酸楚 这两个孩子跟着自己 确实很久没吃过这么丰盛的饭菜 今天终于吃上一回 难免会发生一些合理的竞争 就让他们互相练练手吧 下一刻那块肉被弹飞了出去 姚不悔反应快一些 高高跃起稳稳夹住那块肉 路希儿情急之下伸手 就抓向姚不悔的衣机 姚不悔人在半空 当即就重心不稳 直接被路希儿拽了下来 没想到直接砸在了我的身上 好巧不巧的那女性 特有的硕大部位 直接砸在我脸上 那个不悔姑娘 能否麻烦你起个身 我有点喘不过气了 姚不悔慌忙起身羞红着脸 对不起聂先生 是我太失礼了 我不好意思挠了挠头 只要姑娘没摔伤就好 就在这时 老庄主匆匆赶来 老夫刚刚处理完庄内的琐事 招呼不周还请各位包含 你现在就伤刚刚痊愈 还是以休息为重 老爷子将自己的胸膛拍得啪啪响 经过你的治疗 老夫多年的顽疾已经完全消退 境界更是提升不少 大恩不言谢 日后有需要秋一庄的地方 老夫赴汤蹈火在此不辞 我连连摆手 要是老庄主也愿意帮我一死 我倒是会很感激 听闻是李道友提出请求 聂先生才会出手 老夫谢过道友了 李丰子也是拱手客气 下一刻眼中出现双孔 老庄主见状大惊失色 这是只有先天皇族血脉 才能启动的蒲玉重统 难道他就是陛下 当即跪地 道友大恩 还请受老夫一拜 陛下折服这么久 如今复出 定然是找到足以击败九大太父的强员 难道是这聂先生 想到此处 对着我就是一拜 我可受不起这一下 连忙扶起老庄主 关于先天血盟在玉城山的据点 你可有情报 先天血盟打算与九旋皇朝撕破脸皮生死决斗 并不是 先天血盟放出消息 比武大会的优胜者 就会获得先天皇族秘宝 朝海珠坠 师父难道你知道朝海珠坠是什么东西 多年前 先天血脉的先祖镇压群魔 建立了先天皇朝 并传下包括朝海珠坠在内的四件法宝 传说几件法宝单独使用平平无奇 但要是将之极其 并以先天血脉驱动 威力足以毁天灭地 可惜的是 九大太傅谋夺先天 四大秘宝也不知所踪 现在先天血盟放出风声 老夫总觉得其中必有阴谋 他们估计是要掉什么大鱼 所以才把他拿出来当奖品 我话音刚落 老庄主扑通一声又跪了下 卧槽 老庄主你这是要干嘛 老夫有一事相求 如今第九太傅正在前往玉城山的路上 还请聂先生出手相度 将那朝海珠坠夺回来 全一秒还是霸气外露的御解气 下一秒扑斥一声成了软蒙小奶 就在刚刚 我将缝补好的七皇软甲送给了露西尔 就在灵气认主的时候 由于软甲品阶太高 不接受露西尔的制约 我只能出手相助 只见那软甲气灵慢慢凝聚于空中 随后围着我和露西尔疯狂绕圈 我们二人都被这一幕感到不及 这是什么情况 这妹子怎么从软甲里面出来的 那气灵妹子凑到我们面前 张嘴就对着我们二人叫起了爸爸妈妈 哇靠啊 这是在乱叫什么呀 爸爸妈妈可不是能随便认的 只听扑斥一声 那原本还是玉锦犯的气力 瞬间变成了一个奶蒙奶蒙的小女王 随即在空中向着地面跌落下去 露西尔于心不忍 上前抱住了她 躺在露西尔怀里的猛宝嘴里 还在一压地叫着妈妈 这可给露西尔弄了一个大红脸 我不是你妈妈 要当妈妈可是要那个 不过聂哥哥为人那么好 要是和他那个也不是不行 就在露西尔还在歪歪的时候 李峰子咳嗽了两声 看来这气黄软甲认主同工了 我赶紧上前问出心中疑惑 这是什么情况啊 为什么这小家伙突然喊我们爸妈呀 这解释起来也不是那么匪夷所思 之前聂先生修补卵甲的时候 气灵也顺势而生 之后又灵气输给露西尔 这也导致沉睡的气灵起来 所以气灵体内存在你们两个人的灵气 认主之后变化做婴儿状态 所以在某种角度而言 你们二人的确是气灵的妇女 我心里暗暗叫苦啊 修仙世界也能喜当爹的吗 露西尔也是有苦说不出 自己还是一个黄花大闺女了 怎么就当妈妈了 此时躲在一旁的书生心里好奇 这么热闹也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 不过看他们事情已经解决 应该很快就会动身前往 此时玉山城 先天血蒙据典中 为首男子收到书生的情报 血蒙大会举办在即不能有半点变故 建议动用所有力量将那年轻人格杀 书生愤出的一摞神念化形而出 情报还没谈听清楚就想干掉人家 正好我这里有一点新情报 听过之后你们还打算去找死我 西听尊便 你愤出神念就是为了跟我们说这些无关紧要的 我只是单纯想要嘲笑你 要不然总感觉缺了点什么 要是只有你们几个动作 还是赶紧洗洗睡吧 那个聂小天实力非凡 跟在他身边的三个人 短短一天时间境界就飙升了一个大境界 而且不但治好了老庄主的住上 更是祝他晋升为一花高手 好了 这分身该消散了 他们大概还有半天左右就会到玉山城 建议你们好好准备一下 免得到时候自己死得太惨 为首男子如灵大敌 当即下令向总盟申请支援 联络火尊者 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一花高手啊 卡了自己数百年的瓶颈啊 那小子竟然轻易就能让那老皮肤打倒 这等高手为什么只是区区散修 而不是我血蒙的人呢 潜伏在我身边多日的书生终于是按耐不住 现出真身对我用出了色诱之术 没想到我受性大发反手来了一个将计就计 这一日 我们一行人终于到了玉山城 因为先天血蒙组织的比武大会奖品太过诱人 已经引来了周边各国的窥视 这次比武周边各国的高手也会参加 而且城外宝藏无数的一处古迹也对外开放 只不过那古迹凶险 这么多年去的人多 回来的人少 我心中暗息 要是血蒙那帮别独子弄不死我 就去那古迹中看看 由于天色渐晚 只能先找个客栈住下 可看着这么高大上的客栈 住一晚的话肯定不便宜啊 再次拿出随手做的玻璃珠丢给书生 出来的太急 没待现前 这个东西你看看能当多少 之前就知道这玻璃珠值钱 但不知道具体值多少 就让这个憨逼帮自己探探路吧 书生拿着玻璃珠仔细端下 下一秒传来一声惨叫 我的眼睛被晃瞎了 片刻后 我已经躺在客栈豪华客房的大床上 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一个玻璃珠就能够换这么多钱 要是在这里拓展一下销售渠道 下辈子的钱财估计都花不完 到时候有钱有粮 就可以努力习武 成为武道强者 本来回去高考也是为了完成目标 在这修仙世界里完成不是更香吗 只是过了这百年时光 有点想念爸妈了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想自己 应该不会吧 他们那边应该只过了个把小时才对 这里的高手要是能把我打掉 我就安心回家 要是死不掉就在这里混下去 也是能走上人生巅峰的 就在我歪歪之际 那书生已经化为真身 站在门外打起了自己的小算乱 这小子一看就是不知道世道嫌恶的 只要自己稍微放点福利给他 保证他连祖谱都能给我说出来 说不准还能赚上一大笔外款 随即敲门对我失了意 贵客到来 本店招呼不周 特遣奴家为贵客梳洗沐浴 我看着他那巨大的私人用品心中震惊 卧槽 难道这家店有什么特色服务 您是嫌弃奴家吗 要是那样的话 掌柜的肯定会卖掉奴家的 奴家家里还有一个八百岁的奶奶要拿 我也是看不得女孩子哭 只能先让她进来 坐在浴桶中的我满脸无奈 究竟是这客栈不震惊 还是自己不震惊呢 竟然服务得如此到位 总觉得那姑娘怪怪的 就在我闭目养神之际 那姑娘只穿了一件薄纱草袋 水温合适的话 奴家来为你擦背吧 未等我回答 已经迈入了浴桶中 哇 我可是单身一百年的小伙 万一控制不住自己 你可不要怪我呀 客栈的服务宗旨就是兵质如归 只要客人开口 奴家不管什么都会做 而且一定会让客官尽兴哦 我轻笑一声 什么都愿意做事吧 那我们就练一练吧 我拿起毛巾 在手里甩着 你不是说什么都愿意做吗 来呀 接我一招 之前都是自己耍 从来没和人动过真格的 言罢 我运起真气 一招抓奶龙抓手 就向着妹子抓去 那妹子连忙闪身躲避 由于动作太大 那身上的薄纱意外滑落 我直接就抓在了那团柔软上 羞的妹子满脸通红 我也是鼻血直冒 紧接着一掌将妹子击飞了出去 那妹子也终于是反应过来 你早就看穿我了吗 一开始我就所有察觉 但是你的演技确实非常到位 要是我定力再差一点 我还真不一定人 不过恰恰是你过于到位的演技暴露 你说自己是一个家里 还有一位老人要养的梁家少女 可你在和我一起洗的时候 没有意思教秀 这样的演技怕是惯犯 没猜错的话 你是血蒙的探子吧 妹子被我拆穿也不再做掩饰 轻笑一声 山水有相逢 日后再相见 随即丢下两枚烟雾弹 转身就要溜走 下一秒 却被一口铁锅击中后脑勺 直接昏死过去 我看着昏睡过去的妹子 顾免有些失望 一下就晕了 这实力也不怎么样了 还是先把她绑起来吧 李风子师徒三人听见打斗声破门而来 只是眼前的一幕让他们三人一惊 我只穿个裤衩 拿着绳子用力地捆绑给一个姑娘 客栈里只传出来一声淫贼 就只有乒乒乓乓的声响 我被揍成了一个猪头跪在地上 老老实实交代着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摇不回傲娇的双手抱胸 露西尔一脸不好意思地倒着起 李风子上前查看着那姑娘 先天血蒙已经派探队 我们以后得多留点声了 我则上前表示 我们可以利用她套一些先天血蒙的情况 就在此时 那姑娘悠悠睁开眼睛 入眼的是我们一老一少两个男人 一脸邪恶不怀好意地看着她 美女要和你双修你会怎么办 就在刚刚 潜伏在我身边多日的书生终于是按耐不住 现出真身对我用出了色诱之术 那姑娘悠悠睁开眼睛 入眼的是我们一老一少两个男人 不怀好意地看着她 大侠有话好说 何必要把我一个弱女子这样五花大绑呢 我微微一笑 慢悠悠地戴上手套 我是一个好人 不会落手催花 只是帮你做个治疗而已 下一秒不悔 希儿两位姑娘就将那女人牢牢按住 我单手握住那女人的小脚 仔细观察一番 二话不说就对着她脚底板戳了过去 酥麻酸痛的感觉像电流一般 直接传到她身体每一个角落 那感觉简直妙不可言 李疯子不解上前询问 为什么轻轻一碰 这女密探就成这样子了 这只是普通的穴位刺激而已 只要用力恰当 就会产生电击般的酥麻感 而且还有助于身体健康 严格来说 我是一名正在给病人治疗的大夫 况且我是个好人 两久 那女密探已经到达高潮欲先欲死 终于是全部交代了 李疯子走到近前 看着昏睡过去的女人 心里百味杂沉 虽然这女人刚才叫得很惨 但体内经脉没有半点损伤 而且体内气血温润 身体状态不是一般的好 这聂小天先是帮秋爷爷 晋升一花高手 现在又弹指间 将这女人身体调理到极佳状态 她的修为看来 已经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要是她愿意出手帮助自己 自己尾身牺牲一下 也不是不可以 入夜 我站在窗边沉思 刚刚在那密探体内 留下的一点点好处 或许可以作为一个突破点 突然李疯子出现在窗前 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自己有事要我帮忙 我心中疑惑 半夜三更的来找我 这要是传出去 对我的影响可不好 谁知她一言不合 就直接开始脱衣服 看得我眼睛差点掉出来 为了报答你上次的救命之恩 请你与我双修吧 美女半夜送快餐上门 要和你双修你会怎么办 反正我是直接拒绝了 雨霞你这是弄什么呢 救了你一命就要以身相许吗 这种大便宜我占了都了 我的良心可是会痛的呀 况且现在还没入冬 穿这么少很容易着凉了 李峰姿一脸猛逼 这是弄啥嘞 自己这么一个大美女送货上门 竟然无动于衷 送到嘴边的肉 姑娘自撞 李峰姿看着我那害羞的模样 内心触动 或许自己应该重新审视一下 灭想 我握着自己那快要跳出来的 小心脏心里默默握逃一句 自己只是一个一百岁的小孩 这画面实在是太刺激了 一言不合就搞黄色 随着一阵忙活 我已经一脸认真的为她治疗了起来 只是那一团乱麻的经脉 让人有些头疼 看来只能用一些特殊手法 我要用真气注入你体内 帮你疏通经脉 可能会有点疼 忍着点啊 随着我手刚刚接触到她后背 未经人士的李峰姿浑身一颤 我连忙询问怎么了 李峰姿脸色羞红呼吸急促 没事 只是有点舒服而已 她奶奶的这是什么操作 既然没事 那我现在就要进去了呀 随着我的境遇 李峰姿颤抖得更为激烈 咬着嘴唇压抑着不让自己叫出声来 随着我的速度加快 那种快感袭遍她的全身 只是那堵色的经脉还是没有疏通 看来自己要加大力点 随着我最后一击 那堵色的经脉终于是通了 李峰姿也终于压抑不住那快感叫出了声 与此同时一道威压直冲凝消 先天血蒙的暗压看到也是心中骇人 这一看就是有高手名夜诚华 晋升一花高手吧 喝茶的女子却表示 这威压可不是一花高手那么准 起码在三花椅上 之前你的人会保 一名神秘少年要来找血蒙麻 估计是那少年的手柄吧 不是说他曾帮助邱老庄主晋升了一花高手吗 估计是他又在帮助什么人晋升修为 让他和九旋黄炒狗摇狗 说不定我们血蒙能省下不少力气 一日清晨 李峰姿被透进来的阳光照醒 看着自己只穿了内衣瞬间清醒 回忆着昨晚的事情不由的脸色红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此时的我正坐在椅子上呼呼地睡着 却突然惊醒 嘴角还挂着哈拉子 转头看向李峰姿 只是眼前的景色让我一惊 李峰姿更是紧了颈背眼 一脸惶恐 别看这边 赶紧转过头去 下一秒屋里陷入了沉默 李峰姿抱着被子懦懦的开口 昨晚我们没再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见你晕过去之后 就把你抱到床上休息 我可是闭着眼睛的 不过我一不小心 摸到了一些不该摸到的地方 话还没说完 就背下了逐颗粒 我要换衣服 你先出去 我如是重负转身逃离 此时身后悠悠传来一声谢谢 我听到后尝出了一口气 举手之劳而已 此刻的李峰姿已经突破到四环 抚摸着自己心中忐忑 这个聂小天真是厉害 他光用手指自己就那样 要是和他双修的话 自己能招架的注目 刚刚跑出房间 我当场差点原地去世 只见摇不回黑着眼圈 无精打采的向我走来 我连忙上去为他把脉 这脉象是受到了惊吓 到底怎么回事 详情的话 你跟我来一趟就知道了 是给女人按了一回脚底盆 就让女人从五夜突破到八夜境界 就在刚刚 我在房间和李峰姿奋斗了一夜 被掏空的我刚出门 就差点原地去世 只见摇不回黑着眼圈 无精打采的向我走来 我连忙上去为他把脉 这脉象明显是受到了惊吓所致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跟随摇不回来到他的房门前 刚打开门就被里面的一幕吓了一跳 妾身终于等到女人 只见那情报密探万小智 张开双臂向我扑来 直接将我扑倒在地 这一幕把摇不回看得一愣一愣 卧槽 这什么情况 只见那万小智棋坐在我身上 脸上满怀期待 官人 点我 快点继续点我吧 摇不回在一旁连忙解释 原来昨晚这密探晕过去之后 半夜突然就醒了 还一直鬼叫 吵得他们整夜没有睡好 本想将他打晕 可是他们连护体真气都打不破 我听后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其实是我故意的 昨天晚上那不但是逼供 而且还帮他疏通了经脉主他禁声 我可是个好人了 虽然前半段的确是单纯地让他痛了 修仙中人最看重的是自身修为 自己助他提升实力 这么大的诱惑就看他怎么站的 我话音刚落 那女密探万小之当即表示生疏 此是我的鬼 我想让他干嘛都行 而且一脸羞涩地表示 还想让我再来上几次 就在这时 李疯子穿戴整齐推门而入 表示李疯子要去调查先天血蒙的情况 临行前请求他协助我们 我听到这片小孩的说辞心里不免细想起来 虽然看出来李老先生和这位女侠关系没起 但是疯子和子疯这两个女侣 该不是同一个人吗 不及细想 我们四人已经围坐在一起商量起来 万小之当即举起手报告 这次比武大会要求境界最起码要一花以上 这两个小丫头实力差了 到时候只能站在边上看戏 说不准还要分心保护他们 两位姑娘一听 顿时不服要打一场试试 却被李疯子打断 你们实力还没达到一花 到时候确实难以自保 不过 聂少侠要是愿意帮他们疏通经脉 让他们的实力能够提升到足以自保一场 到时候哪怕场面混乱 我们也不至于那么被逃 不知道少侠是否愿意的 我本金枪不倒克 奈何连动勇不休 此时我正在为姚不回 与陆希儿疏通经脉提升境界 屋子里只剩下两位姑娘的娇喘声 片刻后 我擦了擦额头的汗从屏风后面走得出来 这么做难道不会拔苗助长吗 李疯子表示势急从全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我有些无语 看着桌子上的离合剑和七皇软甲心理暗叹 虽然现在知道了自己有修为在身 但是不知道具体有多强 只见那七皇软甲发出阵阵幽光 下一秒一个小女孩就哭到我腿里 嘴里还喊着爸爸 原来这小女孩是七皇软甲里面的气灵 本刚刚成行 应该沉睡凝固神魂的 却因为陆希儿实力提升 气灵实力也随之提升了 我暗暗叫苦 自己只是缝缝补补就整出个气灵闺女 这她娘的不是妥妥的喜当爹吗 就在这时 我们被一声吆喝打断 原来是第九太妇利林玉山城 万小之里的李尔边的长发 第九太妇既然上门找查 周围肯定不下了埋伏 想逃走可没那么简单 我有一个办法 就看官人和女侠愿不愿意配合 片刻房门就被几个鹰犬踹开 只是里面的一幕让他们目瞪口袋 只见我光着膀子 两位姑娘也是一山不整地躺在我身边 搞毛线呢 刚刚爽完 还让不让人睡觉 几名鹰犬大喊晦气 一大早就看见这种画面 两个妹子就这么未给了一条戏 老天怎么不给我一个妹子 我看着离开的鹰犬心里松了口气 躺在一边的李风姿心中也是叫苦 堂堂风姿女皇 居然靠这种方法逃脱仇甲 眼神不好 但是耳朵没聋 你们刚刚搜查某个房间时语气突变 难道那里也没有什么异常吗 躲在房间里的我们心中也是大气 看来是瞒不下去 只能自己先引开他们 再让众人借机逃走 李风姿一脸顾舍 看着我当即推开房门 小爷刚等两个美女爽滑 你们这些憨憨就跑来打扰本少 真当本少爷是迷捏的没有火气不成 那第九太副文言大气 你小子刚刚竟然和两个女的颠笼捣风 牛逼啊 两个女的算什么 小爷号称金枪不倒客 再来十个也是轻而易举 你还想旁观学习吗 只是你一个瞎子看得到吗 第九太副文言直接凝聚起灵气 本作平生最讨厌白日轩银之徒 小子你准备受死吧 我见这一幕暗暗开心 这要是直接把自己弄死 不就能回到原来的世界了吗 谁知下一秒 一股真气破窗而来 直接砸在了第九太副凝聚灵气的手上 随即一阵爆炸传来 带烟雾散去 一个身穿红衣的女子缓缓走来 第九太副拿得起放得下 只是我冒昧地问一句 你身为男人是不是应不起来 话落就一屁股坐了下来 你就是要找血蒙麻烦的聂小天吗 我有些不熟 你刚刚把小爷的对头弄过 现在换你跟小爷一起玩吗 伙尊者昧眼如丝 难道你想跟那种应不起来的老年男人玩游戏吗 你要是真的金枪不倒客 不如本尊陪你玩玩如何 卧槽 这时候自己可不能随 就怕你叹不了小爷我的场馆 反倒把自己的身前给泄露了 伙尊者闻言大笑 有趣的小子 本尊等着你 说完送了我一个飞吻就离去了 我关上门终于松了一口气 下一秒 万小芝直接匍匐过来抱住我的霸道 感谢我的不杀之恩 原来是因为我没有跟伙尊者说他已经背叛 要不然他就死定了 而且为了感谢我 今晚还要为我暖床 只求我在完事后能再帮他疏通下经脉 我一把拎开这个花痴对着李峰兹说道 不悔何希儿应该也快醒了 麻烦你帮他们拾得一下 然后我们就出门 伙尊者不是说他们的大会就要开始了 早已人山人海 突然天上落下一块巨石 再离地面还有0.01毫米湿停下 只见那先天血蒙的红尊者端坐在巨石之上 人到的还不少 看来各位还是挺给血蒙面子的 闲话少说 我们直接开始预赛 只要像我这样在世镜石上砸一拳 而没有被震飞 就能与世镜石产生共振 还会看到一些不可描述的幻想 共振坚持得越久也就代表资质越高 我看着那些被震飞的参赛选手 顿时觉得那时头不那么准 李峰子表示自己最关心的 还是红尊者口中的共振和幻想是什么 此时终于轮到了姚部 他站在世镜石前方摒弃明神 将所有灵气汇聚于左拳 紧接着一拳直接砸在了世镜石上 一瞬间一股反正之力袭来 姚部回只感觉眼睛一花 再次睁开眼睛时 自己已经身处一片幻境之中 而幻境中我的身影慢慢浮现 一步一步地向他靠近 直接上手搂住他的腰 姚部回看着我那慢慢靠近的脸有些震惊 难道自己已经爱上了他吗 姚部回面脸曹红浑身无力地从幻境中苏醒 众人见状连忙询问有没有事 没什么 身体有点使不上力气 你们一会也要小心 露西尔信心满满地表示 自己没心没肺地说不准 一会不可能出现幻想 打脸来的就是快 下一刻 我也在他的幻境里出现 就那样紧紧地抱着他 露西尔也是满面曹红 这给我看得一愣愣的 终于轮到我们风姿女房了 下一秒 幻境中的我已经将李峰姿包围了 她也是心中顾忌 难道自己已经对我动了心 还是因为那次双修呢 虽然很可耻 但是这感觉为什么这么舒服 片刻后 李峰姿也终于在幻境中苏醒 我看到这样一幕 也终于确定了那块是静时有猫咪 此时的火尊者正饶有兴致地看着台下的 聂小天这个深浅不明的高手 到底会给自己什么惊喜 我走到试镜时前 二话不说一拳轰出 那时静时慢慢碎裂 紧接着发生爆炸 这一幕惊呆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就在刚刚 我一拳打碎了是静时 心里一阵后怕 这他奶奶的不会让我赔钱吧 而此时火尊者手里收集而来的灵气 也是不堪重负满是裂痕 下一秒啪的一声碎裂开来 灵气也是回归到众人身体 火尊者心中亥然 聂小天到底强到了什么地步 只是一拳不但毁了是静时 还把自己收集的灵气全部震随 简直就是个妖念啊 无奈只能准备第二块是静时 终于预赛顺利结束 正是比武环节也拉开序幕 墨北巨锤门对战 我方纯散修队伍 巨锤门走出一位身抬魁梧手拿双锤的女 摇不悔见状心中亥然 这魁梧的姑娘似乎有四花巅峰修为 比我们修为都要高 这要怎么办 只见李峰兹提剑缓缓走向内台 这个女人就交给她来解决吧 那女人闻言大怒 周身灵气环绕 你不过区区一名散修 老娘一锤将你锤成肉酱 随即提着双锤就朝李峰兹攻去 李峰兹攻腰轻松躲过 顺势横扫出一腿攻击那女人下巴 接着朝女人刺出一剪 只见一点血光闪过 那女人胸口已然受伤 带到稳住身心 看来你值得老娘全力出手 李峰兹英姿撒少剑指前方 你不是我的对手 还是乖乖认输吧 话音刚落 那女人歇斯底里瞬间狂话 下一秒直接变身苗条美女 原来她修炼了一种秘术 平日里将灵气蕴藏在体内 这才变得魁梧 如今将灵气与肉身合一 体型变小 力量和速度也随之提升 擂台下方的吃瓜群众也当即表示 这才是他们爱看的话 而李峰兹与那女人再次战斗在一起 她深知自己在修为与力量上拼动 但只要自己避其锋芒 就可以一招致敌 随着她一剑刺主 那女人手里的锯锤应声而落 胸口处也是再次扶上 李峰兹眼疾手快 一掌拍在她的肚子上 直接将她击飞出擂台 这场比试也终于落下零 陆希尔见此高兴的不要不要 我也感到高兴 看来凭你的实力 把剩下的三人一起收拾了也不是问题 李峰兹脸色凝重 若是对上另外姐 自己还真不一定能赢得这么轻松 文言 我擄了擄袖子 既然如此 你先休息休息 剩下的交给我 来这里这么久 难得碰上高手 当然要好好体验一下 我的时间非常值钱 你们几个一起上吧 自己独自一人对战锯锤门三位高手 一名五花中期拿着大锤 一名五花初期拿着双锤 另一名也是五花初期拿着流星锤 看着他们拿着的武器 我也是终于明白 他们为什么叫锯锤门了 此时看台下 偷偷溜进会场的一驴一鹰 正一脸兴奋地为我加着油 更是让我把这些骚蹄子通通干翻 三个妹子也是一脸担心 怕我同时对上三个五花高手会有点勉强 李峰兹对我说道 刚刚与他们交手时 发现他们用的那些大锤 似乎是什么特殊材料短脏 不但能牵引自己体内灵气 还能轻易撕开自己的护体真气 叫我千万小心 我闻言 看来确实得小心应对了 只见那三人同时向我攻来 我轻松躲开 先避其锋芒 再找机会逐一击破 那裹挟着灵气的巨锤 击在地上时 灵气却慢慢向着地下汇聚 直接汇聚到了火尊者身上 擂台上的我也是轻松地躲避着三个妹子的攻击 突然擂台下方的两道身影吸引了我的注意 卧槽 这不是那个坑爹的系统猫头鹰吗 还有那个穿着花袄的小姐姐也是有点眼熟啊 就在我愣神时 那三个妹子终于找到机会 拉着大锤就向着我砸来 砰的一声 那砸在我后背的大锤轰然碎裂 我也缓过神来 感觉被什么东西碰一下 卧槽 搞偷袭 宜缘还有三分火气呢 我运起灵气就打算速战速决 看台上的火尊者突然交互出声 没想到聂小天的灵气这么厉害 而我一步一步地向着那三个妹子走去 周身灵气环绕 瞬间消失在原地 两个妹子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已经趴在地上昏死了过去 紧接着出现在了最后还站着的妹子身前 直接把她扔飞了出去 然后将灵气汇聚到脚上 直接将擂台踏得四分五裂 火尊者也在我最后一击中达到了顶底 身不由己地喊出了一句 我不行了 随即浑身酸软地瘫坐在了椅子上 自己现在不但受了内伤 刚才收集到的灵气也全部被打散 聂小天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要得到你的灵气 此时见我获胜 化成人形的小毛驴雀跃越而起 我主人是最厉害的 我闻声看去 小毛驴心惊 卧槽 主人那表情是认出我们了吗 现在先撤 要是被主人抓到 我们肯定要被弱吐的 没准还会被做成驴肉火烧 小毛驴转身就跑 露希儿隔着很远 就挥手跟我们打招呼 聂哥哥 驴子姐姐你们回来了 只见我揪着猫头鹰的脖子走到近前 这驴子姐姐跟我生活了一百多年 我还以为它只是一头普通的小毛驴呢 看来小丑竟是我自己啊 露希儿一把抢过我手里的猫头鹰 聂哥哥的灵宠真乖巧啊 就在这时 血蒙杀手按压走来 火尊者邀请聂先生前去赴宴 女人势必要将我炸成人干 可我明知山有虎天向虎山行 势必要试试这火尊者的深浅 刚一见面 火尊者就迫不及待吩咐手下给我上开胃小菜 人生在世 无非酒色才气 享受不到的话 终究是一场空 不知道聂先生有没有兴趣加入血蒙啊 我怕我还没加入我的灵气 就被你们吃干抹尽了 之前预赛比武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众人一散出来的灵气 在往某个地方汇聚 至于是哪里 火尊者应该比我更了解吧 还有这房间 温度比外界高了不是一星半点 是因为灵气疯狂累积所致 这里应该是设置了什么阵法吗 火尊者淡定地打了一个响指 恭喜你答对了 可惜没有奖品 当你进了这个房间时 就已经是砧板上的肉了 说着就已经双手捏绝周身灵气外放 金枪银花炉顶正开 我被这阵法霸气侧漏的名字 整个一愣一愣 一句国粹瞬间出口 这他娘的就是一个巨型炉顶了 随着阵法启动 我也感觉自己的灵气在加速流逝 只见那火尊者一步一步向我走来 你说你是金枪不倒客 我倒要看看你那里 是不是和你嘴巴一样 说着一只美腿 直接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顺势一用力就将我踩在了脚下 金枪不倒 则以郎君为尊 若是银花不败 那可要切身为主了 这个屋子 金枪可就你一感 银花可有不少 牡丹花吓死 聂先生不会有怨言吧 我对自己的金枪信心满满 事实不就知道了 来呀 别因为我的是金枪就退缩 正面上我呀 阵法已经开启谁都出不去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竟然就这么直接就坐在了我金枪之上 古有一山 宁约登天 顺山而上 则可感受登天极乐 忽而一天 深邃黑洞突兀出现 是要将等天山禁树吞没 火尊者吸收着我那充沛的灵气 修为也在飞涨 只是片刻后 就被我的灵气冲击地开始暴走 身体仿佛快要炸掉一样 两久 一屋子的银花都已经瘫倒在地 我出言嘲讽 怎么都不动了 都没力气吗 我本来还想看看你们能不能把我炸干 可惜你们不争气啊 这才一会就全部瘫倒了 既然你们不争气 我只能勉为其难地主动一下 火尊者大惊 我不要了 我的炉顶已经受不了了 话音刚落 那金枪银花炉顶阵也是直接破裂 阵法里的灵气也一股脑地全部汇聚到我的体内 我的身体也在这一瞬间慢慢碎裂 化为点点精气向着我的本体飘去 此时 我在众人的包围中慢慢睁开眼睛 原来是李峰兹知道此行凶险 刻意传了我一种替身之法 路希儿上前一脸好奇 聂哥哥 你到底是用什么办法打败他们呢 我是有苦说不出啊 整个过程很少而不已 忽然我如触电一般直接跪倒在地 众人见状都是大惊 摇不回蹲身扶着我问道 吕姑娘 你知道聂先生这是怎么了吗 站在小毛驴头上的猫头鹰一眼就看出端倪 这肯定是吸收了反回来的灵气 导致体内阴阳适合 说白了就是上火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双修调和他体内阳气 众人一听 全部面红耳赤 那万小只却是一脸兴奋 我来 我生是观人的人死是观人的鬼 话还没说完 就被众人直接按在地上摩擦 就你这货的修为 没两下就得被炸成人丹 此时 疯子女皇站了出来 我来吧 论修为我是在场最高的 应该能承受得住 小毛驴当即就推着众人向房间外走去 却突然转身屈指一弹 梁晨殿和眉井枕能让双修效率加倍 绝音平用来隔音 免得扰明 至于怎么做你应该毁 我就不多避避了 说完直接关上了门 疯子女皇见此将我扶上了梁晨殿 若不是为了帮自己 聂小天也不至于面临如此困境 况且他也并非弥天转世 而是具有狭义之心的下势 哪怕伪身于他 这也不算犹如皇族血脉 而此是我的意识空间内 我正浑身燥热的飘荡的 忽然蜂子女皇从背后抱住了我 你现在阴阳失衡 需要采阴之阳 你变成这样也是因为我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说着就直接吻上了我的嘴 画面太美 故意观看 次日清晨 我睁开眼睛 却发现我身边躺着的蜂子女皇 但我们穿戴整齐 我一脸不好意思 昨晚对不起啊 蜂子女皇捋了捋头发 这都是因我而起 我自然要做出补偿 况且我的修为也因此提升了不少 你就当被小虫子咬了一口 忘了吧 我一听瞬间不淡定 女孩子的清白是最重要的 我一定会负责的 蜂子女皇见我如此态度 微微一笑 心里无比感动 画面一转 血蒙比武大会进入复赛阶段 2V21局定胜负 而今天主持比武大会的不是火尊者 而是按压 只因昨天晚上火尊者神秘失踪 而今天第一战 我放两位妹子对战玄幻宗两位选手 蜂子女皇无比担心两位徒弟 因为对手是专精于阵法和幻术 昨天一人就扫平四名对手 两名玄幻宗选手已经先一步动手 四天护身正开 三才增瘾正开 那男子不仅灵气爆炸 同时幻化出多具分身 同时出手向着姚璐两位姑娘打去 只见灵气打出轰然爆炸 露希儿的骑皇软甲硬生生接下了这一击 玄幻宗二人骇人 随即不再迟疑冲杀上前 姚璐两位姑娘对视一眼 释放灵气将那众多分身击退 小琪 到你上场了 气凌小琪直接出现在那女子身后 抬手直接击在她脖子上面 敢欺负我妈妈 看我不弄死你 随着那女子失去战斗力 原本启动的阵法失去控制 姚璐看准机会直接出手 离合剑带着天结之力 直接将二人紧紧束缚住 下一秒就被甩出擂台 二人最终拿下胜利 疯子女皇看着擂台若有所思 得看看下一场比试 了解对方实力为妙了 只见一个拄着拐杖的老玉 慢慢走向擂台 与她对战的是一对双胞胎年轻男子 这她娘的是什么意思 上来一个行将朽木的老家伙 来羞辱我们哥俩吗 说好的一对二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 老玉轻轻抬手 一只小猫就在她身后慢慢走出 老生年纪虽大 但是玉兽本领却也不小 我和本命灵兽一同上阵 不算坏了规矩 话音刚落 那小猫瞬间化身人形 一副乃兄乃兄的模样 赶小桥花奶奶 一会就叫你的屁股开花 那男人哪里受过这种气 踢着砂锅大的拳头就冲杀了 那拳头看着虽大 却被老玉一根手指轻轻挡住 周身灵气环绕 瞬间化身成了一名美少傅 就让奶奶帮你长长见识吧 说完屈指轻轻一弹 就将那男子弹飞了出去 胜者花奶奶 台下的我们看得适宜了 想不到那老玉还挺厉害 刚才居然还变年轻了 疯子女皇看着那老玉 总觉得特别熟悉 那老玉也看向李峰兹 手上做了一套动作 遗旨带跪 拜见陛下 伴享之后 复赛结束 按压发动灵力启动阵法 比赛进入最终环节 请各位进入万里山河图中随机厮杀 最后活下来的人为圣者 并获得潮海珠坠 无数参赛者被吸入山河图中 李峰兹见此亥然 这山河图的名号他听说过 里面驯养了无数痴妹王俩 本是为了和九旋皇朝最后一战做的准备 没想到用在了这里 看来阴谋很深啊 我们四人也向着山河图飞了过去 山河图里的我有点郁闷 刚一进来就和三位姑娘失散 要是换成这种姿势进来的话 是不是就不会失散了呢 哎呀 自己昨天晚上已经对不起子风姑娘 怎么现在还对另外两个姑娘起了非分之想 虽然这是每个男人的梦想 突然一阵救命声打断了我的梦想 只见一个女人被一群小妖压在身下 我连忙捡起碎时将小妖击腿 这群小妖精小小年纪就学会吃美女豆 真是该打到魂飞魄散 我话还没说完 那美女直接就感动的扑到我身上 就在此时周围又窜出两只女妖 卧槽 美女我可是有媳妇的人了 实在想抱我的话 咱们换个安全点的地方再继续抱抱 就在我说话的功夫 两只女妖上来就咬住我的胳膊 我急忙调动灵器将她们震飞 又是吸食灵器 你们就没有点别的爱好吗 另一边的疯子女皇刚一进来 就见到那老玉被血蒙杀手围攻 没想到你这老太婆 居然是当年的牵手罗刹花无常 或许我们应该叫你先天帝氏花无常 血蒙大会就是为了引出先天皇族而设 可惜你当年威名赫赫的绝迹 漫天花语已成为绝唱 再也无法护卫先天皇族了 话音刚落 漫天灵器所化的剑雨从天而降 疯子女皇周身灵器环绕 缓缓飘落 赶入先天皇族与其朝臣者 因万剑穿心而死 那老玉见到李峰兹攻身就要跪下行李 却被拦了下来 老师为何会变成如此模样 而且我听说您的女儿在血蒙手里 原来她当年独占九大太傅的爪牙 体力透支 好不容易杀出重围 却发现自己女儿不知所踪 这些年她一直在苦苦寻找 直至不久前她收到一封信 信封里不但夹着她女儿的头发 更声称要以朝海珠坠作为此次大会的奖品 自然要来探寻一番 与老师团聚也算是上天庇佑 我们一同行动打探你女儿的行踪 姚不悔和露希儿这边也不平静 二人正在和妖兽拼杀着 突然一道金光闪过 一个人影瞬间出现在露希儿身前 小姑娘身体素质不错呀 叔叔帮你检查一下身体怎么样 姚不悔剑撞当即持剑攻来 没想到一向无往不利的离合剑却被弹飞 那男人一把抓住露希儿的七皇软甲 用力一扯就将之扯下 转头看向姚不悔 小美人似乎是一个小辣椒啊 一个活泼天真 一个辛辣刚强 真是好一堆姐妹花呀 老子先天血蒙金尊者 也是你们未来的夫君 说着就向着二人扑去 刚至近前就被露希儿的气灵弹开 姚不悔大喊一声淫贼 直接甩出离合剑 金尊者终于被这一击击伤 看来想要拿下你们得用点法宝才行 随即向着地面丢下一屋 瞬间紫色烟雾弥漫 化为触手缠住二人 那男人一脸坏小 这是仙人焚欲散 就算仙人遇到也得欲火焚身 话还没说完 自己就被一杆长枪冻穿胸膛 原来是我在这千军一发之际赶到 身后还有两个女人给我扇着风 居然对小姑娘图谋不轨 我就知道你们血蒙每一个好人 随即一拳打在我身下的巨熊 还有你 老子今晚就要红烧熊掌下去 原来这具熊是血蒙的土尊者 那两个扇风的女人是风尊者和水尊者 他们心里苦啊 刚刚不仅被我按在脚下摩擦 而且不得不跟着我做起了小弟 只能把自己全部的希望 放在了他们老大雷尊者身上 毕竟雷老大已经是石花巅峰的存在 到时候肯定能教这小子做人 这边老玉花无常 一边赶路一边调坦的风姿女王 没想到陛下居然和一名少年双修了 真是刺激啊 李风姿修红着脸 老师多年前就这副德行 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如此的不正经 此时一道身影蓝在二人身前 来人正是雷尊者 曾经微震八方的先天帝师 现在毕恭毕敬地跟在一个小姑娘身后 看来小姑娘就是失踪多年的风姿女皇吧 只要将你们拿下 血蒙便可圆满收场了 严霸 周身环绕阵阵电光就向着二人攻去 李风姿慌忙抬起双手格挡 雷尊者却在此时释放出一具分身 花无常抬手便将那分身击碎 接着一掌拍在了李风姿后背 没想到那股真气穿过风姿女皇身体 直接击在了雷尊者身上将只击退 李风姿大喜 没想到老师的隔山打牛和昙花一闪依旧如此强横 下一秒 那雷尊者却毫发无伤缓缓走出 若是换成另外石花高手恐怕当场暴毙 接下来该你们受死了 严霸周身电光环绕弓向李风姿 风姿女皇被电得毫无缓手之力 就在这危机时刻 一个人挡下了这致命一击 原来是那火尊者 雷尊者看清来人更是气急 冲过来就要杀了这个叛徒 却被赶来的姚不悔和路歇尔挡下 多两个一花的蝼蚁又有什么用 只不过是送人头而已 那你有没有听说过一种从天而降的掌法 雷尊者被我一掌拍在了地上 我缓缓落地 就这 最强尊时也不怎么样吗 我话音刚落 那雷尊者忽然跃至半空 万里江山浩瀚灵气全都给本尊过来 只见这山河图的所有灵气全部汇集到他体内 随着灵气的汇集 雷尊者的身体随之变大 抬脚就要将我们当成蝼蚁一般才死 只是我想问一句 腿抬得这么高就不怕我抬头看见你的底裤吗 我看着那巨大的脚底板 有点小心分 越至半空一拳将之垂倒 这雷尊者也是刚强 躺下了还在叫嚣 本尊这个形态不死不灭 哪怕你实力通天也只能被本尊活活耗死 我也是斗志盎然 正好拿你试试我现在的实力 而且挨打了总会痛吧 我就不信痛不死你 接下来就是我的一定蹂躏 画面太美好 略过 两久 雷尊者已经被我打成了猪头 估计他妈来了都认不出 火尊者出言提醒 他与万里山河图乃是一品 只要在这里面 哪怕肢解也能重新恢复 我将它提在手中 周身灵气激荡 既然这片天地足我 那我就干破这苍穹 此时万里山河图不满裂痕 下一秒直接碎裂 参赛众人也全部回归现实世界 雷尊者没有了万里山河图的支撑 本体也慢慢瓦解 我们一众人也是安全回归 而且我还得到了战利品朝海珠坠 只见火尊者跪到老玉花无常身前 母亲 女儿终于找到你了 这一幕看到我们有些震惊 我则是有些郁闷 那晚的事虽然是个替身 但也算是那个了 按道理说这老奶奶应该就是我丈母娘了吧 花无常更是激动的浑身颤抖 你是火吗 但你怎么成了血蒙的火尊者 原来那天晚上经过我的灵气冲击 火尊者差点隐秘 危急时刻躲进了山河图 裁剪回一条命 不过也正因为我的灵气冲击 破坏了他身上的记忆封印 使他恢复了小时候的记忆 小的时候是按压带他进入血蒙 从小培养他成为杀手 哪怕记忆被封印多年 他依稀记得自己母亲的样子 疯子女皇上前提醒 怕这是血蒙的奸体 老玉却拥有一套辨认血脉的法子 真假一世变质 随即将手轻轻抵在了火尊者的额头上 得到一本这种功法你到底练还是不练 原来就在刚刚 火尊者花火儿与母亲相认 场面极度感人 可总是有内不知趣的人前来破坏 只见按压缓缓走来 这次大会说白了就是为了引出你花无常准备 毕竟你先天地势脑中精略无数 可没想到这几百年 一直被我们控制的小丫头居然脱离着 姚璐两位姑娘当即大怒 原来就是你这坏蛋害得花奶奶母女分离数百年 乖乖受死 我们给你一个痛快 按压面色平静 你们是不是忽略了四大国使臣的存在 他们要击杀你们甚至不费吹灰之力 还请四位大人出手拿下这些狂苦 血蒙保证遗迹记里面的宝藏只取一场 其余九成全归四国所有 我见此并不着急 伸手抓住风姿女皇的手 将潮海珠坠放在他手里 你保管好这东西 我去会会那四个憨憨 话音刚落 那四国使臣瞬间出手 没想到被攻击的却是血蒙暗压 只见第九太傅缓缓走出 毕成本作都不会给你们血蒙 所有东西都由我九旋皇朝接管 我们见此也是一惊 四国使臣为什么会听命于他 我却看出了端倪 你们仔细看那几位使臣 行动完全没有精神器 似乎是被控制 风姿女皇一语道破缘由 九大太傅每一位都身怀绝技 这第九太傅最喜欢隐藏实力 在敌人麻痹大一只十一击致命 闻言 我抱了一句国粹 这不是老九 是老六吧 没想到这个老六直接动手 我挡在众人面前扛下了这一击 你们先躲开 我自己对付这个老六和他的四个傀儡 我话刚说完就被四国使臣近身锁住了身体 不远处的众人脚下也出现了阵法 下一秒直接消失在了我眼前 看着自己老婆消失生死不明 哪个男人还能忍 体内灵气爆发 直接震开四国使臣 你个老鹰笔 老子飞扒了你的皮 这一边 万小芝正一脸殷勤的 为小毛驴吃着上等草料 我却从天而降 上去就抓住万小芝 其他人全被第九太傅掳走了 很可能去了先天皇室的古迹 你知不知道在哪里 万小芝被我摇得晕头转响 玉山城西边武师里 闻言 我不再迟疑 一手拎着万小芝 直接骑上小毛驴 给老子撒欢跑起来 而消失的众人被传送到了先天遗迹里面 第九太傅看着众人一脸兴奋 你们全部乖乖受死吧 说着直接开启铜树 众人只感觉眼前一黑 就沦陷在了幻境之中 原来第九太傅本有一双一桶 平时需要灵力温养 这才导致他修为停滞不前 而这一桶之术会让众招之人陷入梦中 无法主动从中脱困 若不解除铜树 众人将永远困在梦中 多年不见的疯子女皇 只要杀死你 九旋皇朝再无后顾之忧 话音刚落 就被一掌击在胸口 原来疯子女皇并没有受到铜树影响 我早就看穿你会使用铜树 而且我有仆域重铜护体 你辛苦修炼的铜树和修为 现在归我了 只见第九太傅体内灵气 全部涌向疯子女皇 片刻后 疯子女皇却口吐鲜血轰然倒地 第九太傅狂喜 要吃下本作的功力 你还嫩了点 看你如此痛苦 本作于心不忍 就送你往生极乐就此解脱吧 就在那刀即将落下时 我骑着小毛驴及时赶到 一拳锤在第九太傅的大脸上 直接将它钉在了墙里 众人也在一瞬间清醒过来 我连忙上前查看 风姿女皇的伤势 本舅舅伤未遇 又经过连番大战 现在吸纳了巨量灵气 若是再这样下去 这一身经脉和修为怕是要废 我这次怕是无能为力了 挖无常文言若有所思 早年自己曾得到一本 能够修复经脉的功法 或许能救下子风姑娘 聂先生和子风姑娘是道理 要是聂先生习得此功法 或许能救治子风姑娘 只是这本功法需要三修 我们被这虎狼之词吓了一条 这剧本谁写的给老子出来 我一定好好谢谢 花火儿懦懦地举起手 我可以 毕竟之前曾与聂先生双修过 这下轮到花无常不淡定 你到底对我女儿做了什么 老生希望你好好说明一下 随即叹了口气 救人要举 老生也不在此问题上纠结 我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虽然之前已经和子风姑娘那个 但是毕竟当时自己没有意识 现在换我主动 内心还是有点忐忑 没想到花火儿却早已准备好 上次我们接触 其实也是火的第一次 所以这次还请公子温柔一年 之前使用卢顶阵 都是自己制造出来的傀儡侍女上阵 没想到聂公子实力过于苦 这才不得已亲自上阵 我闻言是欲哭无泪啊 原来自己的第一次 有一大半是交给了那些充气的娃娃 我将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真诚地对她说道 我以后会好好待你 现在我们要先救下子风 片刻后我们已将开始三修 只是没想到自己在这个世界 居然讨了两个媳妇 这不比原来的世界好多了 一天一夜后 疯子女皇缓缓睁开眼睛 只是眼前的一幕让她大惊 你到底对我做什么 为什么花火儿也在这儿 片刻后 我们二人已经跪在地上 交代着犯罪事实 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疯子女皇便不再计较 只能感慨自己老师这么年 还是那么的不走的 转头看向那巨大的门户也是震惊 想必里面应该藏着什么了不得的宝物 随即将手放在大门上 仔细感应 融进入门 已经知道玉山城的事 已经派出大军前来夺宝 好像叫朱山丛子 还想借此来复活什么魔头 原来那朱山丛子 也是先天皇朝祖上传下来的 四大秘宝之一 难道是要复活真正的那一天 想到这里 李风姿慌忙对我说道 要是血蒙真的到宝物复活魔头 只怕这天下会生灵涂炭 我们分头行事 你带着不回和希儿 先进入古迹寻找宝藏 我和花奶奶前往阻止血蒙 事情紧急 子风姑娘 你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 等我们找到宝物 我会尽快和你会合 就在我们进入古迹时 里面景象却让我们震惊 只见遗迹里面阳光普照 就如陶渊明的桃花园记里描述的一样 还没来得及欣赏美景 就有数只妖兽朝我们扑来 路希儿急忙发动七皇软甲防御 小毛驴也有些心惊 路丫头那点功力发动的七皇软甲 撑不了多久 主人快帮他输送点真气 我没有犹豫 双手放在路希儿后背就输送灵气 七皇软甲在我的灵气支撑下瞬间发威 将那些妖兽全部击落 路希儿化身小迷妹 聂哥哥好厉害 我们的一顿操作 被猫头鹰在高处看得一清二楚 还是得小心一些 毕竟这里可是封印着那家伙的一部分 原来这里的某处封印着魔神弥天的一部分 此刻他正暗中觊觎我的身体 看来老天都在为本座鸣不平 将这具肉身送到本座面前 助本座脱困 这边 我们走了半天 除了树木再也没发现其他东西 说好的宝藏呢 刚说完 就有数只鸟人朝我们扑来 几位姑娘奋起反抗 姚不悔突然被一只鸟人击退 当即发动离合剑就要全力出手 我却瞬间冲到他前面 不悔姑娘 离合剑一出必然见醒 你先等等 把他们交给我 说完一把抓住前面一只鸟人的手 直接怒摔到地上 接着抓住另一只鸟人 逃着大树撞拳 小毛驴见我只用体数攻击 极为不解 主人 你为什么要手下留情呢 被我随手干翻的鸟人 没想到真身都是前突后翘的美女 不久前 我带着姚璐两位姑娘来到先天遗迹之中寻宝 没想到数只鸟人朝我们扑杀而来 我一眼就看出端倪 将只全部敲晕之后 五花大绑了起来 两位姑娘见此极为不解 这些都是妖物 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呀 我一时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随手在储物空间中拿出一面镜子交给吕当奇 这面镜子可以破除妖法换术 你们还是直接看结果吧 吕当奇上前将镜子照向那些鸟人 那些鸟人请客间变成了白花花的大妹子 看到这一幕 两位姑娘急忙上前解开绳子 嘴里还一直盗着钱 为首的一名女子将我叫到一旁 弯腰拱手 多谢先生出手相救 不然我们必会因邪术继续迷失下去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摆了白手 举手之劳而已 不必客气 我话音刚落 突然一道女生的惊呼声传来 我闻声急忙跑了回来 只见一名姑娘周身灵气环绕 之前的伤势竟然全部恢复了 姚不悔一脸震惊的喃喃自语 我只是不小心滴了一滴血在她身上 她不但伤势痊愈 而且修为似乎也提升不少 为首女子急忙抓住姚不悔的手腕 嗅了嗅手指上的伤口 下一秒那几位姑娘就朝着姚不悔齐齐跪下 古天一族 见过黄寺 我们乃先天皇族麾下 万年前受黄命再次守卫封印在这里的魔头 且皇族先祖曾预言 万年后会有一名黄寺前来加固封印 我等不知黄寺前来 还请赎罪 我和陆希尔站到姚不悔身前 能不能先把事情说清楚再拜啊 而且陆姑娘和她师姐一起长大 现在怎么就成黄寺了 先天皇族的气血不但能助我们实力暴涨 更能为我们治疗伤势 这一点只有先天皇族直系血脉才能做到 闻言 陆希尔一脸震惊地看向自己的师姐 没想到跟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师姐竟然是黄女 如今我们一族面临生死 还请黄四随我们往村庄一行 我微微看向姚不悔 姚不悔似乎还没平复好心情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黄族 既然他们需要我们帮忙 那我们还是过去看一眼吧 路上的姚不悔还在思考着这件事 师父只说过她是一名孤儿 却从未提及自己和黄族有关 而且先天四大秘宝只有黄族血脉可以驱使 而子风姐姐却能取用先天秘宝 难道说她也是黄族之人 而且和自己还有血缘关系吗 另一边被封印的弥天 见到有先天皇族后裔来此 开心的不得了 先大手一挥 丝丝摸弃向着村庄而去 良久我们来到一个村庄 当一进村我们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整个村子没有一个男人 全是女人 当进村的我就被当成大熊猫围观了 却没想到我被这热情整得有点晕 直接就晕倒在了一个女人身上 那女人却是一脸享受的邀请我晚上一起拔萝卜 带我们回村的女子见着 拉着我们就跑了 片刻后 我们来到一处房子前 村长 我们在巡视过程中遇到了贵客 现已将他们请来了村庄 按照皇族的预言 应该是皇寺来了吧 进来尽快加固封印吧 姚不悔和我对视一眼 紧接着就进了房间 原来这村长也是封印有存 姚不悔盘膝坐下 将我们一路上的事情说给了村长 村长听后叹了口气 万年前皇族将一名魔头封印在此 让我族再次守护封印 同时留下赤命 每一任帝王登基之时要进入古迹 以自己的精血加固封印 加固封印需要您几滴精血 树在下不尽了 只见村长周身环绕魔器 一把匕首拿在手中 下一秒就朝着姚不悔刺去